一峰,童话不是生活,你的那些甜言蜜语终究改变不了生活,如果你真的爱一梦就放过他,你们离婚吧。 妈,您别开玩笑,堂堂睡了吗?我过去看看他。 张一峰来自天远山村的穷苦人家孩子,通过努力考上大学,毕业后结婚贷款买房,然而,他的生活却因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这是我和一梦,还有他爸商量后共同决定,我们不想在五口人挤在一个不到八十平的房子里。 一梦还年轻,这不是他该有的生活。 妈,您别开这样的玩笑,我们不是一直好好的吗?堂堂再有半年就彻底康复了,我现在打三份工,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会。 一峰,不用再说了,这是我们最终的决定,既然我说的你不听,那就让一梦跟你说吧。 一梦,你自己跟一峰说吧。 一梦,这不是真的,妈是在开玩笑,对吗? 一峰,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们还有堂堂,你看他多可爱。 再有半年,他就康复了,我们可以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然后我们再。 别再说了,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够了,我已经不爱你了,而且我即将会有新的生活,希望你能成全我。 明天上午九点,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 张一峰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陷入深深的绝望和痛苦之中,他愤怒地大喊着,然后疯狂地朝着门外跑出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一个路边的烧烤厂坐起来。 不,堂堂是我的,谁也抢不走,我还有堂堂。 喂,你还没付钱呢,想吃霸王餐啊,你回来,再跑我就报警了。 老板,算了吧,你看他的样子,肯定遇到了什么难事。 算了,他那桌的钱,我来付吧。 对啊,老板,就算了吧,谁还没点难处啊,要不这样,他那桌算我的。 算了吧,不用你们给钱,算我倒霉。 张一峰回到家门口,却发现无法打开门,他奋力尝试了几次,却依然无法进入家中。 开门,开门啊,大碗伤的,好什么好,吵死了,再叫我就叫警察了。 开门啊,这么理会。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sorry。 我同意离婚,但我有一个要求,堂堂必须归我,否则,我是不会同意的。 可以,我会收拾好你的东西,明天早上九点,明镇局门口见,走吧,去办理下手续。 堂堂呢,先把堂堂给我,见不到堂堂,这个婚,我是不会理的。 你放心,堂堂归你,卖房子剩余的那些钱,也留给你和堂堂。 无需你故作大方,买房子的钱,本来就是我的。 嗯,你把堂堂带过来。 爸爸,抱,堂堂要爸爸抱抱。 堂堂,想不想爸爸呀? 想,堂堂好想爸爸。 哈哈,好,一会儿爸爸带你出去玩,我的东西,你都带来了吧? 走吧,我们去办手续。 等什么呢?赶紧去办手续吧,江浩还在那等着呢。 一峰,你和堂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啊,我以后会照顾好堂堂的,会让他开开心心地长大。 一峰,对不起,我实在受不了父母跟着我们一起受苦,祝你幸福。 出来看见丈母娘旁白有个帅气的男人,张一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堂堂,以后就我们父女相依为命了,你放心,爸爸会让你过上公主般生活的。 堂堂,爸爸带你回去看爷爷奶奶好不好?家里有大公鸡,有大狗狗,还有大水牛。 好,看大东鸡,狗狗,牛牛。 哈哈,爸爸先去办点事情,然后我们就回去。 一二天一早,带着堂堂踏上回家的高铁,又坐汽车前往赵通市上关镇,最后又乘坐轮船,直奔将军。 小伙子,你这是回来探亲啊? 对啊,一直在外工作,这些年很少回来,怎么坐船的人越来越少了? 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了,你要去将军谷啊? 是啊,我家就在那里。 爸爸,那有大鸟。 那叫白鹿,他在那里抓小鱼。 大鸟吃鱼? 对,大鸟吃鱼,我们到家后,你让奶奶给我们做鱼吃,好不好? 嗯,吃鱼,堂堂要吃大鱼。 堂堂,我们到家了,一会儿就能看到爷爷奶奶了,你要叫什么? 叫爷爷好,奶奶好。 堂堂真棒,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嗯,堂堂是个好孩子。 哈哈,走喽,一会儿就到家了,让爷爷,奶奶, 给堂堂做好吃的。 嗯,好吃的,我要吃这么多。 没走多久,遇到颇巨年代感的城门矗立在眼前, 正上方龙飞凤舞的雕刻着将军鼓三个大子。 爸爸,好高的墙啊。 这是城墙,明天爸爸带你到城墙上玩, 我们现在要先回家,不然晚了,爷爷奶奶就不给我们乳饭了。 那快走吧。 啊,妈,我回来了。 爷爷,奶奶,堂堂也回来了。 母亲陈云听到声音,急忙跑了出来,穿着围裙,手里还拿着一把青菜。 妈,石娃回来了呀,你也不提前打个电话,变黑了,也瘦了。 奶奶,爸爸说,哭鼻子的不是好孩子。 不哭,奶奶没哭,奶奶这高兴。 爸,我回来了,带着堂堂来看你们了。 快起来,快起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爸爸,不哭。 嗯,爸爸不哭,爸爸真是高兴。 真的吗?那堂堂也高兴,是不是也要哭啊? 堂堂,还记得刚才我跟你说什么吗?看到爷爷奶奶要做什么? 叫爷爷奶奶好,还有爷爷奶奶会给我做好吃的。 爷爷,大鸟吃鱼,堂堂也要吃鱼。 好,堂堂要吃鱼,爷爷这就去给你做,堂堂要吃什么鱼呢? 大鱼,要比大鸟吃的鱼还要大。 进屋说话,挖它吧,你赶紧去湖里打两条鱼,我去把房间收拾一下,石娃刚回来,让它和堂堂先歇息一下。 妈,不用,我去就行,您和我爸先歇着。 你还会用那小船吗?你坐着,还是我去吧,堂堂在家乖乖地等爷爷,爷爷去给你抓鱼,回来就给你做鱼吃,好不好? 好,爷爷记得给我抓大大的鱼。 好嘞,爷爷肯定给你抓最大的鱼。 石娃,你先跟堂堂歇着,我去给你收拾下屋子。 不用,妈,我自己收拾就行。 你坐着吧,你不知道东西在哪? 堂堂,我们去跟奶奶一起收拾房间好不好? 好,堂堂最爱干活了,走喽,帮着奶奶去收拾房间喽。 爸爸,爷爷家好大呀,比我们家大那么老多。 那堂堂喜不喜欢呢? 喜欢,堂堂超级喜欢爷爷家,也喜欢爷爷奶奶。 那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好不好? 好啊,堂堂喜欢住大房子,那妈妈也会来吗? 妈妈来不了,她还得照顾姥姥和姥爷啊,以后堂堂想妈妈了,爸爸带你回去看妈妈好不好? 嗯。 堂堂,爷爷给你把大鱼抓回来了。 爷爷,我在这呢,你等等我。 这条鱼够不够大? 大,比大鸟吃的大这么多。 你跟爸爸在这里玩,爷爷去给你做鱼吃。 没过多久,一顿丰盛的晚饭就准备好了。 爷爷做的大鱼,好吃吗? 嗯,好好吃,我能把它都吃掉。 晚饭后,毕家人坐在院子里那俩,从堂堂出生后,父母只是在视频中的时候才能看到堂堂。 但每次没聊多久,便心疼电话费,匆匆地挂断。 时瓦,你怎么突然带着堂堂回来了? 一梦呢? 我和一梦,离婚了。 离婚了? 怎么好好的就离婚了? 堂堂还这么小呢? 不合适就分开了,堂堂归我,正好就带她回来看看你们。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离婚岂是儿戏呢? 爱,爱,你。 离都离了,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时瓦,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先陪着您二老一段时间,其余的等过段时间再说。 你也别想那么多,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也好。 堂堂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好她的。 时间短了还行,但万一时间长了,堂堂要找妈妈,怎么办呢?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堂堂平时就跟我亲近,她又从没回来过,看到什么都新奇,时间长了,适应了就好了。 那就好,我们虽然偏远,但对小孩子来说却新奇得很,我没事多带堂堂去走走。 对了,堂堂身体怎么样了? 已经康复得差不多了,现在药也吃得少了,医生说再观察半年。 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彻底停药,现在可以适当活动,但要避免剧烈运动。 那就好,那就好。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孙女,二老也是对这乖巧的孙女喜爱得不得了。 如今听说身体没什么问题了,也算是放下了最后一丝担忧。 行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石娃那么远回来,让她早点休息吧。 张一峰看着床上熟睡的脸,呼吸着家的气息,她渐渐抛去了烦恼,也沉睡了过去。 太阳都晒屁股了,堂堂还没有睡醒。 真是一头小懒猪。 堂堂才不是小懒猪呢,我早就醒了,比爸爸醒还早呢。 堂堂起床了没,一会儿要吃饭了。 奶奶叫我们去吃饭了。 好,我们去看看奶奶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走喽,吃好吃的喽。 哇,堂堂,你看,奶奶给你做了小包子,面条,还有煎蛋,还有牛奶,你喜欢吃哪个呀? 堂堂,都喜欢吃。 好好,那我们去刷牙,刷完牙就吃饭。 嗯,不刷牙不是好孩子,堂堂是好孩子,要刷牙。 你们再不过来吃饭,可都要被我和爷爷吃光了。 不要啊,堂堂也要吃。奶奶,奶奶,我要吃小包子。 奶奶做的小包子,好吃吗? 嗯,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包子。 吃吧,一会儿你自己去转转吧,我带着堂堂去玩。 堂堂,一会儿爷爷带你去玩好吗? 可是,堂堂想让爸爸陪我去玩。 可是爸爸不知道哪里好玩啊,爷爷知道好多好玩的地方,知道哪里有大湖,哪里有小鱼,哪里有小鸟。 爸爸,那我跟爷爷去玩了,你在家里陪奶奶哦。 哎,堂堂不喜欢我了。 爸爸,你都是大人了,要听话,乖,回来我再陪你。 哈哈,爸爸是大人了,走吧,堂堂,爷爷带你出去玩。 爸爸在家要听奶奶的话,我回来再陪你。 妈,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我也到寨子里转转。 嗯,去吧,记得回来吃午。 清晨的将军骨,雾气刚刚消散,空气还有些湿漉漉的,但十三的清新。 清新的空气真好,大自然的芬芳令人心慌深意,这里的人越来越少了,五年十年后的将军骨会是怎样的呢? 小时候广场上总是人生平分,大家一起认权,真是美好的回忆。 哇塞哦,这也太练了,太阳刚了,这才是男人该练的。 豆豆是一个拥有十几万粉丝的旅游主播,经常为粉丝分享一些当地美食,民俗和美丽的风景。 小哥哥,你等一下。 你好,你有什么事吗? 你好,我叫豆豆,是一名旅游主播,刚才看到你在练拳,所以就想问一下,你耍的是什么拳? 这是拳经三十二世,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珍贵武术典籍之一。 小哥哥,能告诉我关于将军骨的故事吗?我想把它介绍给我的粉丝们。 将军骨是一个偏远的山村,由明朝的将士们定居。 他们练的拳法乃是真正的沙地拳法。 哇塞,原来这是一个充满武功传承的地方啊,那为什么我来了两天了,没有人看到有人练拳呢? 哎,如今全国很多的农村都一样,不仅年轻人越来越少,很多老人也随子女搬进城市。 我们这片任山村更是如此,我们将军骨,不仅风景不化,完美地保留了古式建筑,就连全金的也完美地传承下来。 如果你好奇,可以随意在寨子里走访一下,只要我这个年龄往上的,无论男女,都会全金。 真的吗?有这么夸张?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你随处走一走,打听一下不就清楚了吗?也希望你能把将军骨的风采展现给的粉丝们。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生态,历史的沉淀,可谓有山,有谁有情怀,相信一定不会让你的粉丝失望的。 说完,张一峰便转身离开,逗逗做主播,给他提供了一个想法,没想到路上碰到了陈廷贵老爷子,也是他已故老爷的亲二哥。 二老爷,溜湾呢呀? 你是? 二老爷,我是陈云家的尸娃呀,小时候还去您家偷里子吃呢? 呀,真是石娃子啊,好多年没看到你了。 是啊,昨天才回来的,您老这是…… 这不,家里的狗下了几只崽子,给我孙子送去一只。 哗,好东西啊,我记得您家的是正宗的西川碾山犬吧? 可不是嘛,可惜了正宗的碾山犬沦落到给小孙子当宠物了,如今年轻人谁还在乎这个啊? 二老爷,不知您家里还有吗?能卖我一只吗? 你感兴趣,咱,去我家,家里还有四只,你随便挑一只,什么卖不卖的,你照顾好它就行。 大狗互宰互的厉害,我拿过来了,你挑一只。 陈爷爷,这只怎么样? 哎,不错,这几只小家伙底子都不错,你合演员就行。 在老爷子为他讲解了一番饲养注意事项后,张一峰高兴地抱着小家伙就回了家,刚到家,就看到堂堂只是瞅了一眼,便又把头扭到一边,不说话。 堂堂,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 哼,还不是你,他玩了一会儿后就要回家找你,结果回来发现你不在家,所以就坐在这等你。 堂堂,是爸爸不对,不应该自己出去,但爸爸不是出去玩了,而是给你准备礼物了。 哇,好可爱的小狗狗呀。 怎么样,可爱吗?爸爸可是好不容易才要回来的。 可爱,我好喜欢,爸爸我爱你哟。爸爸,他叫什么名字啊? 还没有名字呢,要不你给他起个名字。 好呀,我叫堂堂,你就叫果冻吧,我们都甜甜的,果冻,果冻。 嗯,果冻,这个名字真好听,不过果冻他现在还小,堂堂要照顾好他呀。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这小狗仔,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路上碰到二老爷,跟他要的。 他夹的可是正宗的碾山犬,忠心的狠,是看家护院的好手,可得好好养着。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爸,家里有盒子吗?我给他弄个小窝。 用什么盒子啊?我去给他做个小窝。堂堂,你看爷爷给果冻做的小窝。 呀,小房子,爷爷真厉害,谢谢爷爷。果冻,这就是你的房间了,喜欢吗? 爸爸,爷爷带我去看了大公鸡,哥哥直叫,可漂亮了。 还有牛牛,有那么大。 你有事就去忙,堂堂有我们照顾呢。 没什么事,就是带着堂堂回来,拿不了那么多东西。 罚的快递,爸,现在客船怎么改成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了,也太少了吧。 哎,没办法,人都迁往城镇去了,就这样还赔钱呢。 要不是有政府补贴,估计现在连客船都没有了。 那万一生病,或者碰上个急事怎么办? 如果有疾病,可以打电话求助派出所,他们会派水警来,质疑急事,那就没办法了。 现在四船几乎都没有了。 听到父亲如此说,张一峰顿时动了买小艇的念头,如果他的想法真能行得通,买艘小艇就很有必要了。 爸,明天我想进山去看看,家里的柴刀还在吧? 你要干什么?如今狩猎保护动物可是犯法的,你可不要犯糊涂啊。 你想到哪里去了?这我能不知道吗?我就是有了一些想法,进山去看看。 如果可行的话,我就待在家里陪着你们,就不出去找工作了。 你说真的,在家能赚到钱? 我也不知道,所以要进山去看看。再说我的功夫,你不知道吗?只是附近转转,又不深入,没事的。 都在呢,只是好酒不用了,等下午我给你十段十段。 下午张一峰拿了客船烧过来的包裹后,提起两瓶五粮液和一罐铁观音就向祠堂走去。 爷爷,我回来了,过来看看您。 石娃回来了,快进来,让爷爷好好看看。 呃,黑了,野兽了。 爷爷,这次回来,我也把您的曾孙女带回来了,您看,我能不能带她来看看您,您还没见过她呢? 可以,你就丑时间带过来,我看看吧。 嗯,好的,爷爷。 石娃,爷爷知道你想说什么,但爷爷不同意。 行了,看到你挺好,爷爷也就放心了。 回吧,丑时间把娃带过来,让我看看。 好吧,爷爷,那我回去了,酒和茶叶我放着了,酒要少喝呀。 一早,张一峰背起竹筐,拿着柴刀,进了上关山,他的目的是探索山上的资源,为了做直播和短视频做作用。 并且不错,刚进竹林就有收获,这竹孙真不错,拿一些回去炒肉。 爷,那是什么? 我去,竹孙,哈哈,运气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回去煲个汤,也体验一下帝王般的待遇。 猴子,没听说过竹林附近有猴子。 张一峰寻着声音寻找,看见一只金色的幼虎,一只脚被细腾缠住,悬空掉在那儿,一只手反复抓住竖叉。 金丝红吗?好像不是,难道是白头叶红,怎么就这一只幼崽呢? 妈的,吓死我了,我当时要看看,你那只小爪子是留着干嘛的,你不会用两只手去抓呀。 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翡翠? 如果真的是一颗翡翠珠子,这个品质可就发财了。 啊,珠子怎么突然消失了,真是见鬼了,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别跟着我了,去找你妈妈吧,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找不到你,你妈妈会着急的。 我去,你这是赖上我了呀,你可是一级保护动物,我可不想去长铁床来,你还是赶紧走吧。 我的小祖宗啊,我算是怕了你了,我找找看吧,你的父母在不在附近。 张一丰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多小时,别说猴子了,连只猴毛都没有,无奈之下,张一丰只能把他抱下山,准备到家后,连野生动物救助站打个电话,让人来接走。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不回来,堂堂就不吃饭,电话也关机,都等你老半天了。 妈,我救了只小猴子,要送他回家。 你怎么还抓只猴子下来,赶紧给送回去,你不知道这是犯法呀? 这哪是我抓的呀,是他赖上我了? 说完,张一丰便把山上的事情说了一遍。 让你逞能,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事情,赶紧躲得远远的,小心把自己的小命而搭进去。 那你让我和你爸,还有堂堂怎么办? 小猴子,好漂亮啊,爸爸,这是你给我的礼物吗? 堂堂乖。 这不是给你的礼物,小猴子受伤了,我帮他治好之后,要送他回家,不然他的爸爸妈妈找不到他,要多伤心啊。 不要,你骗人,果冻都不想爸爸妈妈。 果冻来我们家,他的爸爸妈妈同意了呀,但是小猴子爸爸妈妈不知道啊,如果是爸爸不见了,堂堂会着急吗? 嗯,堂堂会着急,还会哭。 所以我们不能自私地把小猴子留下,对不对?堂堂是个懂事的好孩子,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对吗? 好吧,但爸爸见到小猴子的爸爸后,一定要问问他,我想要小猴子来家里玩。 张一峰给野生动物救助站打电话,野生动物救助站听说之后,反应也是极为迅速,不到两个小时便赶了过来。 张先生,麻烦你将过程详细地说一遍。 嗯,今天上午。 感谢你冒险救了他,那我们便将他带走了,等他长大后再把他放回大山。 我来试试吧,乖,这里不是你生活的地方,你应该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花花,看来你救了他,他把你当成是父母。 奶奶,爸爸说你给堂堂做好吃的,是什么呀? 晚上要给堂堂做竹笋和竹孙啊,堂堂吃过吗? 那是什么? 走,奶奶带你去看看。 有母亲照看堂堂,张一峰回到房间,开始规划直播和短视频的计划,在网上搜索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快递,决定购买这些设备。 堂堂,你尝尝这个汤好不好喝? 哇,好喝,比旺旺还好喝,我要喝两碗。 堂堂,要吃饭,不能光喝汤,来你尝尝这个。 晚饭后,毕家四口走在乡天小路上,享受自然的气息。 爸爸,你看那只蝴蝶真漂亮,爸爸,你看,那有只小鸟,爸爸,你看果冻一点都不听话,到处跑。 回到家,看着熟睡的堂堂和满足的表情,张一峰放下心中的担忧,也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在梦里,张一峰来到一片商务,看着很像是将军,看到人们过着原始的生活,但他能听懂他们的对话。 这是梦吗?为何如此的真实? 张一峰走进商务,遇到一个年轻人抱着婴儿来到食屋前,跪了下来,石桌上面供奉着一颗珠子。 绿珠子,跟自己在山上看到的那枚绿珠一模一样。 屋内有一位白发老人,老人拿起绿珠,来到食缸前,突然从绿珠中滴落一滴液体,融入水中,然后给婴儿喂了下去。 调理身体,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 张一峰突然脑海中涌现这么一句话,老人用液体浇灌幼苗,幼苗生长迅速,比为浇灌的要粗壮。 滋养万物,感染品质,加速生长,对植物有着起死回生之效。 张一峰脑海又蹦出来这句话,年轻女子给老人灵芝,老人放在绿珠前,灵芝消失,梦境里的画面逐渐消失,只剩下一句声音在张一峰脑海中回答。 山之溃增,海之以山,心成则灵,为得感天。 睡梦中的张一峰,虽然再也看不到画面了,但是这句话,一直在她的脑中回答。 爸爸,爸爸,我要去厕所。 糖喝多了吧,不过糖糖真棒,都没有尿床。 张一峰脑中回想起梦境,梦很真实,也很清晰,好似真实发生的一样,还能记得梦里的每一个画面。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也不对啊,即使做梦也不能这么真实啊,难道是绿珠子? 在山上还没仔细看看,它就突然消失,但我的血沾到了绿珠上,难道是与这个有关吗? 还有,心成则灵,为得感天,到底有什么联系? 难道,绿珠跑到了我的体内? 想到这里,张一峰慢慢地平复心情,一边念叨着心成则灵,一边心里想着绿珠。 我感觉到绿珠了,真的在我身体里,也真的有灵液。 绿珠中,有几十滴灵液呢?尝试一下不过分吧。 果冻,堂堂是你的好朋友,你就先帮他体验一下吧。 如果梦境是真的,那也是你的造化。 张一峰跑出房间,找到了个水桶,里头装满水之后,心中默念滴一滴灵液。 这桶水,只有梦境十当的四分之一大小,水是不是少了? 算了,不管了,虽然水少了,但是肯定效果更明显。 变了,真的变了,兰花的叶子更绿了,而且还长高了不少。 只见果冻抽了抽鼻子,然后就迅速地站了起来,跑到水碗旁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没用多久就给喝光了。 然后再次抽了抽鼻子,围着水桶转了起来。 哎,毕竟是动物,不是植物,哪能这么明显啊?明天再看看吧。 爸爸是大懒虫,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 爸爸昨天上山累了,所以起来晚了,还是堂堂厉害,每天都能按时起床。 我可是乖孩子,奶奶叫你起床吃早饭了。 果冻,走,我们出去玩。 堂堂的这一声果冻提醒了张一峰,他急忙朝着果冻望去,虽然大小没有多少变化,但是果冻跑起来。 明显扎实了许多,不再像前两天那样跌跌撞撞。 昨晚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他急忙伸出手感受了一下。 哈哈,不是梦,绿珠还在。 张一峰兴奋地跑到楼下,盯着那两盆兰花。 看什么呢,还不吃饭,饭菜都凉了。 妈,你看看这兰花的叶子,好像比昨天鲜艳了不少,而且还高了。 胡说,我前天还给他们浇的水,我怎么没发现他们长高了? 哎,好像真的更绿了,也长高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几盆兰花是当初一起分珠的呀,都差不多,怎么变化这么大? 可能是这几天就有变化,我们没注意吧。 对了妈,我爸呢,今天你和爸在家照看一下堂堂,我去城里一趟。 你爸下田去了,你忙你的,我们会照顾好堂堂。 但你要跟他说清楚啊,不然发现你不见了,他又闹着找你了。 嗯,我知道了。 吃完饭,张一峰看到堂堂正在院子里跟果冻门,果冻确实壮实了许多,兰花和果冻都没问题。 张一峰放下最后一丝担心,回到楼上,把水桶提了出来,趁着没人注意,把水都倒进水缸里了,然后自己喝了一口。 嗯,味道好像有点甜,喝了之后清爽了许多。 喝完,张一峰满意地回到院子里。 堂堂,爸爸今天要去城里一趟,你在家跟爷爷奶奶玩好不好? 不要,我要跟爸爸一起。 爸爸的手,昨天划破了,今天要去医院打针,如果堂堂不害怕的话,那爸爸就带你一起去。 堂堂现在真棒,都不怕打针了。 嗯,堂堂是听话的孩子,要听爸爸的话,我会在家等爸爸的,那爸爸早点回来呀。 嗯,吃晚饭前,爸爸肯定回来,就跟以前爸爸上班一样。 嗯,可以吗? 那好吧,我们拉钩,骗人的是小狗。 好,我们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骗人谁是小狗? 嗯,爸爸你去吧,堂堂在家等你。 堂堂,真乖,在家要听奶奶的话。 妈,船快过来了,我先走了呀。 哎,吃完早饭再走啊。 时间来不及了,我到了城里再吃吧。 一个小时之后,张一峰到达渡口,看到穿着警服的孙兴雨等在那里。 三哥,我在这呢? 哈哈,欣宇,你可胖了不少啊。 哎,结婚了男人,有几个不胖啊,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提前说一声。 前天回来的,带着堂堂又拿了一堆东西,就没给你打电话。 这不,安顿好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你了吗? 好啊,走,先上车,我们路上说。 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啊? 要是时间充裕,叫上老大和老六,我们一起聚聚,现在就他们俩还在镇上。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什么时间都可以。 不走了,大一梦能同意吗? 离了。 怎么突然离了?张一峰向孙兴雨坦白了她的经历,便听孙兴雨破口大骂。 这娘俩真不是个东西,当初你为了她,放弃了保送毒严的机会,如今只是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把你一脚踢开。 什么东西? 没事,离了就离了,敢明我让你弟妹给你介绍个好的,他们单位可有不少漂亮的小姑娘。 哈哈,那可要谢谢弟妹了,我的后半辈子幸福可就指着她了。 那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张一峰把她的打算说了一遍之后,孙兴雨也十分的认同,带着张一峰买完笔记本电脑后,又去买了一些直播用的东西。 本来张一峰还想着去给唐唐买些礼物,结果孙兴雨硬实拉着她回到了家里。 不用买了,我已经让你娜娜买好了,我们回家吃饭。 呦,做好了多,辛苦娜娜了。 三哥,快过来做,就做个饭辛苦什么。 爸爸,爸爸。 堂堂,你怎么来了呀? 我来接爸爸下班回家。 中午吃完饭,堂堂就一直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吵着要来接你。 哈哈,堂堂可是爸爸的小棉袄。 爸爸,我不是小棉袄,我是你的宝贝。 对,堂堂是爸爸的心肝宝贝。 弟,没看到谷里谁来啊,怎么停了条船。 爸,那是咱家的船,我今天刚买的。 你买的,你买船干嘛,这船可不便宜啊,怎么刚回来就乱花钱。 这不是交通不方便吗?就买了,以后也用得到。 而且,这船可不贵,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大便宜多少钱? 五万块。 不可能,虽然不是新的,但是没有个八九万可瞎不来。 爸爸,爸爸,我也要去看。 好,我们一起去看。 石娃,你可不要骗我,就这船能五万买下来。 我骗你干嘛? 张一峰便把经过跟父亲说了一遍,而父亲听到也敢看他的运气好。 新宇这可帮了大忙了,等赶明我进山弄点山货给他送去。 而且你没在家这几年,他隔三差五的就来看我们老两口,是个好孩子。 他不也叫你干爸吗?这些您就不用管了。 我回来了,我来安排就行。 听到儿子的话,张辅欣慰地点了点头,如今儿子回来了,孙女也回来。 还有什么能比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幸福呢? 爸爸,我要坐大船,你带我去玩吧,我要看大鸟。 哎哟,我的宝贝啊,爸爸现在可不敢开船带你去玩,等爸爸学会了开船再带你去兜风,好吧。 好吧,那你什么时候能学会呀? 很快的,用不多久就能学会。 你还不会开船,你买它干嘛? 这不是凑巧了吗?你说就这价格,现在不买还能买到吗? 那也是,走吧,你妈饭也差不多做好了,回去吃饭吧。 爸爸,你放我下来,我要领着果冻回家,他还小。 好,路上慢点,别摔倒了,知道吗? 嗯,知道了,果冻,快过来,我们回家吃饭了。 咦,这么小就能听懂话了,看来这灵燕效果不错呀。 爸爸,我比你跑得快,我先到家的。 堂堂真快,比爸爸的速度都快,不过你不打算过来帮爸爸拿东西吗?这里可有你不少的礼物啊。 爸爸上班辛苦了,我帮爸爸拿。 这个是你的,拿着吧。 哇,这个小帽子好漂亮,还有芭比娃娃,还有漂亮的小裙子。 先吃饭吧,吃完饭再看,这些可都是你吴婶婶给你买的。 吴婶婶? 吴婶婶,你视频里见过呀,就是你心语叔叔的老婆。 我吃完了。 妈,没事的,她去看礼物去了,您吃饭吧。 你们吃吧,我一会儿吃。 师娃,我怎么感觉今天的饭菜特别香? 是吗?我没感觉啊。 难道是我的错觉,不仅饭菜香,吃到肚子里也很舒服? 哈哈,可能是爸心情好吧,所以吃什么都香。 可能吧。 张一峰吃完之后,去陪她堂堂,张母才过来继续吃饭。 吃娃他妈,你今天做饭放什么了,我怎么感觉味道有些不一样。 没放什么呀,还是以前的那些啊,不过你别说,味道还真是好多了。 是吧,我也觉得好吃。 有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赶紧吃饭吧,都凉了。 张一峰找了个大的塑料桶,装了一桶泥水,准备给爷爷送去。 堂堂,爸爸带你去看曾爷爷。 曾爷爷是谁? 就是爸爸的爷爷啊,你叫他曾爷爷。 一会儿,见到曾爷爷要问好知道了吗? 嗯,我知道了。 不一会儿,二人便来到祠堂门口,敲了几下门口。 张一峰带着堂堂安静地等在那里。 堂堂,快叫曾爷爷爷。 曾爷爷爷好,我叫张南新,小名叫堂堂。 堂堂,快过来,让曾爷爷看看。 年龄大了,连曾孙女都抱不动了。 爷爷,你可是要长命百岁的,等着堂堂长大结婚。 有了孩子后,还要您给取名呢? 堂堂,到时候我给取名。 对了,爷爷,这是我从山上带下来的泉水,特别香甜。 我给您泡杯茶尝尝,喝没了,我再给您带。 张一峰去烧水泡茶,同时思考找继任者和带领将军骨发展的事。 爷爷,您尝尝,这泉水泡的茶,味道怎么样? 得,独测,味道确实不错。 那您平时就用它泡茶,喝光了,我再给您送来。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后,老爷子主动说道。 这里毕竟是祠堂,说说笑笑地对仙人不敬,你们回去吧。 那好吧,等过两天,我再带堂堂来看您,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准备在家里发展。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将军骨确实落后太多了。 作为将军骨的子孙,你有责任,也有义务带领将军骨好好发展。 爷爷,您放心,我已经有了打算,我相信我们将军骨一定会再次繁华起来。 有想法就好,如果有什么困难,就来找爷爷,爷爷给你撑腰。 好的,爷爷,那我们先回去了,那泉水您一定要多喝。 知道了,回去吧。 爸爸,曾爷爷为什么不跟我们回家呀? 曾爷爷要在那里上班啊? 哦,原来是这样啊。 现在张一峰不仅是想赚钱了,还想把将军骨发展好,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借口让爷爷辞去守辞人的位置。 堂堂,以后口渴了就喝这里的水,知道了吗? 嗯,知道了。 这水好喝,堂堂喜欢喝。 喜欢喝就好,我们睡觉吧。 第二天一早,张一峰早早地起床,来到村子的广场练群。 晨练结束后,逗逗跑了过来。 小哥哥,你等等。 逗逗是吧,你好,你还没走啊? 小哥哥你好,我有些事情想要找你商量一下。 我叫张一峰,找我商量什么事情? 一峰哥,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将军骨的专题直播。 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直播,不知道可不可以。 一起直播吗? 对啊,一起直播,宣传将军骨。 我增加了粉丝,将军骨得到宣传,吸引更多的游客来理由,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那你都打算直播什么呢? 见张一峰没有反对,逗逗高兴地把他的想法说了一遍。 逗逗姑娘,你说的这些我很感兴趣,但是我也有一个小的要求,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不知道可不可以。 什么要求?你说吧。 也算是个请求,我也打算做一个主播,来宣传我们将军骨。 你看,你在宣传的时候能不能带一下我。 你要抢我的策划吗? 逗逗姑娘,不是你想的那样,毕竟你只是来旅游,等你走了以后,将军骨就没有了宣传渠道。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你帮忙宣传一下我的直播房间。 这样即使你走了,我也可以继续宣传将军骨。 原来是这样啊,可以,就是顺带的事,不过我带你升级,你怎么感谢我啊? 需要多少钱? 谁跟你要钱了?请我吃顿饭怎么样?我要纯正的山叶风味。 没问题,这两天我准备一下,保证你满意。 随后二人留了联系方式后,约定明天见面再想研究一下,毕竟张一峰也需要准备一下。 爸爸,小猴子是不是要咯屁了? 堂堂怪,小猴子只是累了。 接上集,张一峰有了想法之后便去找村长,了解一下将军骨的具体历史资料。 村长,我想了解一下将军骨的历史,您这里有这些资料吗? 是石娃,你要这个做什么? 我想宣传一下将军骨,所以要了解一些具体的年限和数字。 宣传将军骨?好事啊,你跟我具体说说。 听完张一峰的计划,村长很感兴趣,这些年看着青壮年不断外领,鼓里也越来越萧条,他们想改变,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近些年的记载我这里有,但是再远的我这就没有了,你还得去祠堂,只有在祠堂才有将军骨完整的历史记载。 祠堂吗?我爷爷能让我看吗?小时候偷闯了自祠堂,就给我一顿胖揍,我可不敢跟我爷爷提。 怕什么?这对将军骨来说是好事,为啥不给你看?走,我带你去。 二人来到祠堂后,跟爷爷解释了一番。 你这娃子直接跟我说就行了,还整得这么麻烦? 爷爷,虽然这是好事,但毕竟也要有证人啊,您是首辞人,但也是我的亲爷爷,如果我随便翻阅祠堂保存的典籍,外人不清楚,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好小子,你这是骗我这个村长来给你当证人啊? 嘿嘿。 行了,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拿,但只能在这看,不能拿出祠堂。 老爷子说完,便去拿顶级了,村长鼓励了张一丰一番,就离开了祠堂。 就是这些,你慢慢看吧。 这一看就忘记了时间,直到母亲给他打电话,说上次来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人还有林业局的领导一起来了,他才急忙回家。 爷爷,我看完了,您可以收起来了,家里有客人来了,我妈叫我回去趟。 来,去吧,豪华努力,有什么困难来找爷爷。 好的,爷爷,那我就先回去了。 爸爸,小猴子要咯屁了。 堂堂别哭,爸爸去看看,小猴子不会有事的。 这位是林业局的江科长,我们来找你有事要麻烦你。 江科长,你好,这是怎么回事? 小猴子跟我们回去之后,就不吃不喝,也不跟其他人或动物接触,我们试了各种办法都没用。 妈,去屋里拿水壶和一个碗给我。 爸爸,小猴子是不是要咯屁了? 堂堂不哭,小猴子只是累了,一会儿就好了。 张一丰给小猴子喂了一些灵水之后,没过多久,就清醒了过来,就紧紧地抱着张一丰,嘻嘻地叫。 无论张一丰说什么,就是不撒手。 爸爸,真厉害,小猴子又活了。 小猴子活了过来,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但小猴子紧紧抓住张一丰,不愿松手。 保护战和林业局的人们又陷入空,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各位领导,能不能暂时让我照顾一下小猴子?我已经决定留在将军谷了,不会带走他。 可这不符合规定啊,这样,这几天就麻烦你暂时照顾一下他。 我们回去请示一下领导,看领导如何决定,怎么样。 没问题,您放心吧,小猴子在我这肯定出不了问题,如果出了事,你们拿我是问。 好,但你一定要注意,不要把他带出谷,事情没有决定之前,很容易引起麻烦。 我明白的。 爸爸,小猴子不走了吗? 对,他暂时在我们家做客,堂堂高兴吗? 耶,高兴。 堂堂伸手,要抱小猴子,但小猴子紧惕地躲开,紧紧抓住张一丰的衣服,不松手。 小猴子,你不用走了,这是我女儿,你不用害怕。 堂堂,小猴子肯定还很渴,你给他倒点水喝。 小猴子,我给你倒水喝。 爸爸,爸爸,我摸到小猴子了。 嗯,你把他当作好朋友,他也会喜欢你的。 嗯,他和果冻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回房间玩吧,爸爸要工作呢。 爸爸,我们给小猴子起个名字好不好? 那堂堂给他起个名字吧。 嗯,我叫堂堂,小狗叫果冻,叫他布丁好不好? 哈哈,你都喜欢吃的吗? 嗯,堂堂都喜欢吃。 好,那我们就叫他布丁妈,家里还有什么吃的? 我今天想中午请个朋友来家里做客。 有朋友来家里吗?都没什么准备,你怎么不早说呀? 哈哈,忘记了。 家里还有些羊肉,牛肉,猪肉,羊育,还有上次你采的竹笋还剩下一些。 那您做个牛蒸蒸,和虾竹笋汤,燃面,煎羊育饼,再去杀汁鸡,来个天马起锅鸡,我现在去山上采点蘑菇,再弄点竹笋就行。 行,你去吧,我会看着堂堂的。 如果布丁闹堂,你让堂堂都喂他些水就好了。 张一丰拿起柴刀,背着竹笋就上山了,由于中午就要请豆豆吃饭,他也没敢耽搁,打算先去看看能不能采到蘑菇。 野兔? 本来捡起石头,想要去砸,但想已经尽烈,只能放弃,大声黑了一声,将之吓跑,没想到吓坏了野兔,一头撞在了树上,晕了过去。 哈哈,这个可不是我打的呀,是你自己自己撞的,中午能加餐了。 张一丰提着兔子和竹笋,打算挖了几根竹笋后,直接就赶回了家,路上给豆豆打了个电话, 约他来家里吃饭。 哼,爸爸,你早晨出去都不叫我。 爸爸,进山给你去弄好吃的了呀,中午我们吃兔肉好不好? 嗯,小兔兔那么可爱,我不要吃兔肉。 这是路上捡刀了,爸爸怎么可能抓兔子呢?对吧,下次爸爸再不捡它了。 真的是捡的吗? 对呀,兔子跑得那么快,爸爸怎么追得上它?仍在那儿太可惜了,爸爸就给捡回来了。 那好吧,我原谅你了,不过爸爸不要抓兔兔啊。 妈,路上弄了只兔子,正好再来个麻辣兔肉,不过留出一点少放点辣的给堂堂吃。 嗯,我晓得了,你早晨没吃饭,给你留在锅里了,赶紧去吃点吧。 好,我吃完过来帮你,我爸呢? 夏天去了,过会儿就好回来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豆豆提几个礼盒找了过来,张一丰把家里人介绍给他之后,豆豆却埋怨了。 你怎么没说你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啊?我都没有给她带礼物。 哈哈,我请你吃饭,哪能让你带礼物啊?你先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可以开饭了。 堂堂,你跟豆豆姐姐在这里玩一会儿,爸爸去帮奶奶做饭好不好? 好的,爸爸,我会照顾好豆豆姐姐的。 回到厨房后,老妈偷偷地问张一丰。 史瓦,这女孩子多大呀,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她是做什么的? 妈,你想什么呢?我前天才认识的,人家就是来旅游。 我跟着她学直播,可不是你想的那样?一会儿你可别这么问了,我还指着跟人家学直播,赚钱呢。 这样啊,我又不傻,不会乱说的,真的是刚认识的吗? 可不是嘛,我连她叫什么,多大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个网名。 女厨房的母子二人组,豆豆十分喜欢堂堂这可爱的小姑娘。 堂堂,你几岁了? 我三岁半了。 豆豆姐,你几岁了? 我二十五岁了呢。 二十五岁是多大呀? 二十五啊,就有七八个堂堂这么大。 哇,姐姐真厉害。 来,吃饭了,堂堂带着豆豆姐姐去洗手,然后吃饭了,时间有些紧张,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已经很丰盛了,好久没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了。 算不上丰盛,来你尝尝这个天麻器锅鸡,这可是我们西南省出名的美食,这个是牛蒸蒸,虽然很多地方都有,但我们西南省的味道最正宗。 这个是煎羊玉饼,这个是野蘑菇炖土豆片,这个你可要好好尝尝,这个可是野生的鸡宗菌。 另外,这个糖,你尝尝,和虾竹笋汤,将军合理才捞的和虾,竹笋也是野生的,这个麻辣秃肉,也是今天早晨才打的,只不过堂堂不让。 好吃,真是太好吃了,比那些大饭店的味道正宗多了,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跟阿姨您学习一下,太好吃了,谢谢你阿姨。 不客气,都是些家常菜,豆豆姑娘,喜欢吃就多吃点。 旁边的堂堂听到豆豆夸奖奶奶,也说道。 奶奶做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奶奶,这是什么,真好吃。 这个呀,这个是麻辣兔肉。 爸爸,兔兔好可爱,我们不能抓兔兔。 不抓,爸爸肯定不抓兔兔。 真好吃,爸爸,明天你再去捡一只兔子吧。 看到大家都看上了,不好意思地说道。 抱歉,太辣了,呛到了。 豆豆姐姐,给你水喝,喝了就不辣了,这水可好喝了,糖糖,果冻,乌丁都喜欢。 谢谢堂堂。 吃完饭后,张一峰带着豆豆来到房间,他拿出资料准备跟他研究下接下来的直播计划。 张一峰,我有些事情要问你,不定是白头叶猴吧? 对啊。 还对啊,你不知道私自换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犯法的吗?要坐牢的。 你说这个呀,我这个是得到林业局允许的。 说完就把经过跟豆豆解释了一点。 原来是这样,不好意思啊,错怪你了。 没事,再说你也是好意,毕竟看到个人饲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换了谁都要怀疑。 疑惑解开之后,二人便商量起直播计划,敲定明天上午开始直播。 就在二人聊的兴起的时候,张一峰的电话突然响起。 不好意思啊,我先接个电话。 你不是对不定好奇吗? 走吧,林业局应该有了结果,我们下去吧,他们一会儿就来了。 张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打算在这里设立一个野生动物救助站。 你也算是我们救助站的边外人员,会给你颁发野生动物训养证书。 设立野生动物救助站?我不懂怎么救治野生动物啊。 野生动物救助站,其实只是你照顾这只白头叶猴的一个名头,硬不是真的要设立站点。 你也不用承担其他的救治工作,但同时你也不会有工资,只会有一些补助。 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 啊,这样我就放心了,毕竟我对这些也不懂,还怕影响你们工作呢。 我没有其他的要求,工资不工资的无所谓,也不费事。 等他长大了,能独自在山林里生活的时候,我再把他放回大山。 布丁,别怕,他们不是带你走的,你过来吧,快过来,放心,不是要带你走。 听到张一峰的呼唤,布丁犹豫了许久,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然后迅速地爬到张一峰的肩膀上,紧紧地抓住他的衣服,谨慎地盯着将科长等人。 哈哈,看来他还是跟你亲近啊。 可能是因为我把他从悬崖上救了回来,所以把我当作亲人了吧,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呃,这个我们不担心,不过我们的人会定期来查看他的身体状况,这个希望你能理解。 这个没问题,你们随时可以过来。 那就没问题了,这个是白头叶猴饲养注意事项,这个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训养繁殖许可证,你一定要收好,别弄丢了。 好的,麻烦你们了,江科长。 哈哈,是我们给你添麻烦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这个是我的电话,或者你直接联系李娜也行。 您也认识李娜? 听到江科长的话,张一峰有些疑惑,同时也有些不高兴,这是调查自己的呀。 哈哈,我是看到渡口亭的那艘快艇,所以才知道的,也希望你可以理解,白头叶猴毕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必须对你有所了解才可以。 而且正是用了你买快艇时的资料,许可证才能这么快下来,否则还要耽搁一些时间。 听到江科长大方的回答,张一峰心里的不快也压了下去,正如他说的那样,国家也不可能随便把珍稀动物交给不了解的人照顾。 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你们,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 你这人,真小心眼,我说不相信你了吗?可以啊,你还有快艇啊,那你得送我去镇上买些东西,还要待好几天,我准备的东西不多了。 那你跟着他们走啊,然后我坐客船回来,船我是有,但是我没有驾驶证啊。 你没有驾驶证,你买船干嘛? 正在考,先买着备用。 看到张一峰回来,堂堂急忙问道。 爸爸,布丁不走了是吗? 对啊,布丁不走了,以后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太棒了,爸爸,我喜欢你。 那如果布丁要走,你就不喜欢爸爸了呀。 哼,布丁走了,我就不跟你做好朋友了。 哎,爸爸好伤心啊。 爸爸不哭,堂堂逗你玩的。 哈哈,爸爸也是逗你玩的,去跟布丁他们玩吧,爸爸要去工作了。 回到房间的张一峰拿起学习资料便复习起来,毕竟有船没法开,还是很干大的, 所以他要尽快拿到驾驶证。 自从融合了绿珠之后,他明显感觉到身体和记忆力好了许多。 这些理论对于他来说,用不了几天就应该都能记住。 堂堂,今天上午爸爸要去工作,你在家要乖乖地听爷爷奶奶的话,好不好? 嗯,那我可以带果冻和布丁出去玩吗? 可以啊,不过要爷爷或奶奶带你去。 妈,我出去了,您看着点堂堂。 嗯,去吧。 爸爸再见。 堂堂再见。 看到时间差不多了,带着直播设备便来到了谷口,没过多久,逗逗也赶了过来。 你来得挺早啊,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需要怎么做? 我们就像昨天说的那样,先从谷口的城门开始介绍,然后一路走到村子广场,然后你开始练拳。 结束之后,我会向大家介绍你的直播间,明天我们同时直播,怎么样? 可以,那就开始吧。 豆豆熟练地登陆直播间,然后亮出标题探秘将军。 网友们收到提示后,陆续来到直播间。 亲爱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豆豆。 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关注,豆豆带你领略祖国大好河山,民间美食。 今天我邀请到一位新的朋友来为大家介绍,就是我身边这位帅气的小哥哥,将军谷的谷主,张一峰。 谷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将军谷的谷主张一峰。 大家可以叫我谷主,或者是一峰。 哇,又看到小哥哥了。 谷主好。 谷主,我要看你练拳。 看来谷主很受大家的喜爱,我偷偷地告诉诸位,谷主也是一位新人主播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谷主,听说将军谷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吗? 不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条河,名为上关河。 从上关镇渡口沿着上关河一直逆流而上,大家就会发现这座神秘的山谷。 将军谷。 接下来请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拿好小板凳,一起来了解全军三十二十好不好。 亲爱的粉丝们,我已将谷主的房间号发到公平。 喜欢谷主的粉丝们,记得收藏加关注哦。 明天上午九点,豆豆仍然会和谷主一起,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将军谷美丽的风景。 二人下了直播后,豆豆兴奋地对着张一峰说道。 一峰哥,你太棒了。 哈哈,直播间的网友非常喜欢你,你的直播间有多少关注了? 这一下就有五万多的关注了。豆豆,谢谢你了。 哈哈,不客气,我也涨了很多关注,而且今天打赏的有不少,等会加一下微信,我转给你。 这个就不需要了,毕竟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一开始就有这么多人关注。 哈哈,既然你不要钱,那我就给堂堂买份礼物吧,不允许拒绝,这是给堂堂的,不是给你的。 那好吧,谢谢豆豆了。 嗯,我回去之后,会把视频剪辑一下,在上传网站,上面会留下我和你的直播间号,相信到时,还会再长一波关注。 谢谢豆豆了,那我也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的直播内容。 各位粉丝宝宝们,很抱歉,由于制作视频的是新手,未能将我爸爸和豆豆姐姐直播的内容完美地呈现出来给哥哥姐姐们看,此处省略了很多内容。 我相信作者会提高技能,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感谢支持,爱你们哟,希望你开心快乐每一天。 第二天,豆豆和张一峰又带领网友们领略了将军族的自然风光,二人关注和粉刺报道。 将军瀑布,它的附近都是悬崖峭壁,瀑布宽二十三米,最高落差可达一百三十多米,山间泉水飞流而下。 将军湖,大家运气不错,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我们可以看到,将军瀑布飞流之下,流入将军湖,激起阵阵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炫烈的彩虹。 对于广大钓友来说,浙江九湖乃是不可多得的圣地,由于无污染,在河沟,田间,泥秋,黄扇,小龙虾,各大卫美。 这一大片山坡中,都被大家种植了大量的天麻,虽是人工种植,但与野生天麻生长环境没有任何区别。 还有这些牛,羊,都是在纯自然状态下生长。 带领大家粗略地游览一番将军谷后,豆豆和张一峰就坐在山脚下与直播间网友聊了起来。 亲爱的网友们,听了谷主的介绍,我有一种留在这里不想离开的冲动,新来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关注加收藏,将军谷衣山傍水,原生太无污染,乃是休闲度假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民风淳朴,还未被开发,体验极驾傲。 哇,听了谷主的介绍,我好想去啊。 哇,听了谷主的介绍,好治愈的地方,我好想去养病啊。 可以进山吗?山里有什么? 天马怎么卖,我想买一些。 大家不要着急,说得太快,我们看不清楚,接下来让谷主一一来为大家解答。 大家不要着急,我来一个个说,消费贵不贵,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一点都不贵,由于还未被开发,所以价格员比景区要低得多。 看来这位网友喜欢爬山,探险,那你来将军谷就对了。 多的我不说,竹孙都知道吧,前两天我在山里还采到野生的竹孙。 至于天马,三七的价格,如今并不是收获的季节,各家各户只留了少量自用,所以无法大量销售。 询问价格就没了意义,但大家来到这里还是能吃到他们做成的美食。 住宿,这个大家不需要担心。 昨天大家也看到了,家家户户都是三合院,房间多的是,如果想单独住也可以,我们可以提供单独的院落。 回答完网友的问题,张一峰也算松了一口气,他也没想到,这两天的直播效果会如此的好。 感谢大家对将军谷的喜爱,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广大网友,将军谷只是一个小山村,没有那么多大景区的配套生活设施,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 谷主,果然是实诚人,坚定完毕。 谷主,放心,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原始风味。 对啊,景区很多,我们就要这样的纯正的乡村生活。 看到大家都十分理解,张一峰急忙感谢道。 谢谢大家理解,我们正在积极改善,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最好的体验。 如果各位网友近期有到新南省旅游的计划,不妨顺路来将军谷体验一番,相信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加收藏。 谷主会带你们进一步了解将军谷。 谷主再见。 谷主,明天见。 下来直播之后,张一峰对着一旁的豆豆满脸哭的模样,好奇地问道。 豆豆,你怎么了? 一峰哥,不好意思,我就要回去了,刚才我爸爸打电话告诉我,我妈妈住院了,所以明天只能你一个人直播了。 住院了?严不严重啊? 现在还不清楚,真是不好意思。 可别这么说,你是在帮助我们,是我们应该说抱歉才是,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 这样,你回去收拾东西,我现在就找人送你去镇上。 回到家之后,张一峰就对着父亲问道。 爸,你知道村里谁会开快艇吗?豆豆家里人生病了,着急要离开。 一帆好像昨天下午回来,他会开船,你等一下,我给你二叔打个电话问一下。 不一会儿,张一帆便赶过来了,高兴地对着张一峰喊道。 哥,我听我爸说你回来了,还打算今天晚上找你喝酒呢? 哈哈,我也是才回来没几天。一帆,我有个朋友有急事要离开。 这是钥匙,你开着骨口的船帮我把他送到镇上。 晚上回来,让你大娘弄点下韭菜,我们哥俩坐坐。 哥,放心吧,保证帮你安全送到。 说完,兄弟二人接上豆豆便一起朝骨口走去。 我爸和堂堂呢? 你爸带堂堂去看羊了,应该也快回来了。 妈,我看村子里有不少的院落空着,他们卖吗?多少钱? 你问这个干嘛?家里这么多地方,不够你住的呀。 张一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之后,陈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担心地说道。 虽然村里偶尔有来旅游的,但也没几个人,这能行吗? 不过院子倒是不贵,小的几千块钱,大一点的万八千的应该也差不多了。 这穷乡僻壤的,不值钱。 妈,那我先去村长大舅那一趟,问问情况。 诶,这孩子,吃了饭再去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 张一峰便直接朝着村委会走去。 大舅,我想问一下,村里那些荒废的房子是什么情况?有卖的吗? 就在那扔着呗,谁去买它?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买两个收拾一下,如果有来旅游的,给他们做客房。 我说实话,不是大舅打击你,教我们这一年到头来不了几个旅游的,你这能行吗? 你这攒点钱也不容易,又是买快艇,又是买房子的,你爸同意了吗? 试试呗,再说也花不了多少钱。 大舅,您就说吧。 有几个户口签走的倒是跟村里打过招呼,也委托给村里让有买的就便宜卖了,没买的也不要了,这样我领你去看看再说。 村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便领着张一峰去看房。 大舅,这三个院子怎么卖啊? 你真要买啊。 我骗你干嘛,真要买。 小的五千,大的九千,如果跟他们说一下,应该还能便宜,不过你买也可以,必须你爸同意,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大舅,不能看着你这么败价。 赤鱼马大舅,我都快三十岁了,女儿也快四岁了,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 你就一百岁,我也是你大舅,就这么说定了,让你爸来找我,如果他也同意,我就跟那几户打个电话,再讲讲价钱。 那好吧,大舅,我下午让我爸来。 但让张一峰没想到的是,回到家跟父亲说完想法,他也极力反对。 不行,你看看我们这一年到头有几个人来,你买房子,装修,没有个三四万下不来,再说你又刚买了快艇和电脑,加起来小十万了,我不同意。 爸,真的能赚钱,你看看,我这几天直播,关注我的人就有八万多人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来,用不了多久就能赚回来。 怕父亲不信,急忙拿出手机,点开直播账号信息给他看。 真有这么多人看,他们能来吗? 当然是真的,我们这青山绿水的,有的是人喜欢,而且还有许多人向我打听了呢。 那房子可以买,但不能雇人,我和你妈还能干得动,你自己也可以开船,如果真的赚钱了再说。 行,我听您的。 吃完午饭,父子二人来到村委会,村长看到妹夫也同意,只好当面给那三户打个电话,最终讨价还假后小院四千五百,大院八千。 行,大叫,就这么定了,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去办手续,早点办完,我也好收拾一下。 那就明天上午吧,到时候让一帆开船送我们去镇上办理一下手续,完后你就可以收拾了。 说完便与父亲一起离开,看着父亲沉重的表情。 爸,放心吧,肯定赔不了。 说得轻巧,这十万块钱够我不吃不喝两三年才能赚回来。 哈哈,没事吧,如果赔了我就跟您种地,种三七和添麻。 但,什么赔了,还没开始干怎么能说赔。 哈哈,赚钱,肯定赚钱,走吧,我妈和堂堂在家要等急了。 吃完饭后,张一峰来到后院,搬了一些石头,在黄泥里又扔了一些杂草。 堂堂看到后,好奇地蹲在旁边看着张一峰不停地忙碌。 爸爸,你在干什么? 爸爸在七个土灶台啊。 土灶台是什么? 是用来做饭的呀,明天爸爸用它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好啊,好啊,爸爸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哈哈,明天你就知道了,赶紧去睡午觉吧,不然下午困了就不能出去玩了。 我等爸爸干完活,跟我一起睡觉好不好? 乖孩子可不会讲条件啊? 那好吧,堂堂是乖孩子,果冻,布丁,走吧,我们去睡觉了。 妈,晚上弄两个下酒菜,一番晚上过来吃饭。 行,我知道了。 堂堂,跟奶奶在一起,爸爸先回房间工作。 好的,爸爸,你去忙吧。 回到房间后,张一峰拿出电脑,准备上网搜一下酒店用亭的价格。 自己也好心里有数,但看完之后,他不由地皱起眉头。 哎,这次回来买着买那的,但愿能快一些见到收益吧,否则口袋里面的钱还真坚持不了多久。 不知不觉,已经快到傍晚了,张一峰也疑惑,一番怎么还没有回来,便拿起电话,给他打了个电话。 一番,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我早回来了,大娘说你在楼上忙着,就没有打搅你,马上过来了。 妈,哪来的熟食,村里有卖熟食的。 村里哪有卖的,是一番从镇上带来来的,他去打两条鱼,一会儿就回来了。 爸爸,您看这个小熊漂不漂亮,二叔给我买的。 真漂亮,那你有没有谢谢二叔啊? 嗯,堂堂说了。 不一会儿,张一凡带着两条无将鱼回来了,笑着对张一峰说道。 运气不错,打了两条乌江鱼。 大娘,我可铲你做的鱼好久了,今晚一定要多吃点。 就你嘴甜,和你哥去客厅坐着聊会天,一会儿就好。 哥,听大伯说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准备搞直播。 对啊,毕竟你大伯大娘年龄也大了,加上我们将军骨的条件也不错,所以就打算试试。 不过,哥,你说在咱这直播能行吗?我可听说很多直播的都赚不几个钱,仅有少数的几个赚到钱了。 我并不打算靠直播赚钱,直播只是吸引人气的一种方式,咱将军骨的环境这么好。 我最终的目的是通过直播吸引人来这里旅游,赚他们旅游的钱,通过这个把将军骨发展起来。 还是你境界高,我相信凭你的能力,肯定没问题。 哥,你看我怎么样,我也跟着你干呗。 你紧去开船的工作不是挺好的吗?怎么不想干了? 好啥,也就是混个温饱,一个月下来也剩不下几个钱,我早就不想干了,但是我爸不同意。 这样,我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赚到钱,你开船的火先干着,我这先试试看,如果真成了,你再辞职跟我一起干,否则别说二叔了,就是我爸也肯定不能同意的。 行,哥,咱可说好了,如果有赚钱的银生,你可得留给我,我还得攒钱娶媳妇呢。 不一会儿,张富从外头回来。 一帆过来了,一会儿和你哥多喝点,你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 去洗洗手,吃饭了。 真香啊,就凭着这香味儿,大娘你的手艺就比我妈强多了,大娘,敢命你教教我妈咋做菜,真香。 还不都是一个做法,能有啥区别,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嗯,奶奶做饭最好吃了,堂堂也爱吃。 堂堂爱吃,就多吃点,然后长得高高的。 嗯,我能吃这么多,长得高高的。 本来张一峰还打算跟弟弟喝点,结果桌上的饭菜被他一扫光,直接吃吃饭,堂堂看到着,满脸的羡慕。 二叔,你真厉害,我也能吃这么多就好了。 哈哈,等你长大了,也能吃二叔这么多,所以要好好吃饭,赶紧长大哦。 嗯,堂堂也要长大,吃的跟二叔一样多。 走吧,堂堂,爷爷领你出去玩。 嗯,果冻,布丁,我们跟爷爷出去玩啦。 堂堂真可爱,以后我也要生个像堂堂这么可爱的女儿。 哈哈,那你要抓紧了,二叔和二神也着急了,我像你这么大都有堂堂了。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不是没有汗事的吗?不行了,哥,吃撑了,我也得去消消食。 改天再喝哈,肚子实在装不下了,大娘做得实在太好吃了。 行,那就改天,走吧,一起去。 对了,你这次回来能待几天? 我听说你回来了,请了三天假,后天一早走。 那行,正好,明天一早,你先送我和村长去一趟镇上,下午教教我开船。 你不是会开船吗? 我那哪是会开船啊?加了油就跑谁都会,关键是停船。 那没问题,不过哥,你的给我说说,你要是发展起来,都有哪些赚钱的银声,我也好提前了解一下。 一边走,张一峰一边向张亦凡介绍着未来的蓝图,听得张亦凡都有些吃了。 哥,能实现吗? 能,一定会实现。 叫,村里的人都会来吧? 嗯,都通知到了,都能来,你真的不打算借着这个机会把事情跟他们说一下。 我就不说了,您光说故宫和收购天马的事情就行,其余的事情我再考虑考虑,更何况,现在也没什么游客。 起初张一峰只打算简单的工艺炖午饭就算了,但想到村子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热闹一下,便改成了请全村吃饭。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借着这个机会,大家去再一起热闹一下,顺便我也说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石娃包了八十多亩荒山,会建成六十亩的茶园和二十亩的天马种植园,需要六个长工。 五男一女,家里轻壮有想回来发展的可以来我这报名,夫妻同时回来的优先。 公子多少歉,要多大岁数的,小两口回来了,孩子上学怎么办? 大家静一静,先听我说完,一会儿有什么事,让石娃跟你们说。 第二个是,马上就要挖春天马了,石娃会以高于市场价一成的价格收购新鲜天马,但有一个要求,必须是未使用过农药根化肥的。 说到这,我也宣布一条村里的规定,从今往后,谷里禁止使用一切农药化肥,一经发现,便定严成。 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首先是工资,男的三千五百一个月,女的二千五百一个月,大家不要看工资不高,但工作也轻松,完全可以兼顾家里的田地,大家可以算一下,如果再加上种田,种天马的收入,已经要远高于外面打工的收入了。 石娃,如果小两口回来,一个月增给六千。 当然,只不过现在由于规模的限制,只有一对夫妻名额,但相信规模扩大以后,会有更多机会的,如果有一项可以到村长那里报名。 两口子都回来了,那孩子上学怎么办? 我这里有个想法,还没有跟村长商量,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伙商量一下是否可行,回家也可以跟孩子们沟通一下,如果我愿意个人出资修复学校,并且前级学校所有的花费都由我来垫付,以后村里有钱了,再还给我。 有多少人愿意让孩子回来读书,这个大家先不用着急,回去跟孩子商量一下,如果孩子能回来的上学的,大家到村长那里报备一下,统计好人数,村长也可以跟上级部门去沟通。 好了,饭菜都要凉了,大家先吃饭吧,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商量。 姑主,溜,我王杰佩服你,你放心,回去之后,我一定会为将军湖垂钓员好好宣传。 放心,谷主,我也会的。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嘛,大家快吃饭吧,尝尝这地道的农家大锅饭怎么样。 姑主,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了,说实话,真不想离开。 哈哈,这有什么,那就多住一段时间呗,反正房间有的事。 下次吧,下次带着孩子一起过来住一阵子,估计那时候将军谷肯定大变样了。 天麻干瘦了二十斤,天麻酒,家里还有一滩,东西不多,你们自己分一下。 请,谷主你算一下,算上这三天的持住,一共多少钱。 什么钱不钱的,你们是我的第一波客人,就当做帮我宣传了。 第二天一早,张一峰开船将小雪和王杰送到镇上,又去取了一些现金,但在回来的时候却收到小雪的电话。 说钱放在小雪房间的床头上,让她回去收一下。 妈,这是这几天他们的饭钱和房钱。 五千块钱,怎么这么多? 五千块包含有二十斤天麻和一坛天麻酒的钱。 那也不少了,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爸,妈,后天就开始种植茶苗和培养天麻菌种了,这些钱你们拿着,到时候给村民发工钱。 用不了这么多啊。 多准备点,这段时间花钱的地方也不少。 另外这两天事情安排完,大后天,我准备带唐堂去室里检查一下身体。 唐堂听到要去检查身体,顿时紧张。 爸爸,唐堂没生病,我不要打针。 唐堂怎么了? 唐堂没事,你们别担心,我看他最近妻子不错,就打算带他去复查一下。 如果情况理想,应该就不用再吃药了。 这么大人了,说话也不说清楚,已经一炸的。 唐堂,我们不打针,就是让医生阿姨看看,回来之后,就不用再吃药了。 真的不打针吗? 真的不打针。 也不吃药吗? 不吃药。 那我们拉钩,骗人的是小狗。 好,我们拉钩,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骗人是小狗。 四日一早,张一峰带着唐堂赶往省城医院。 一路上,唐堂还是有些害怕,反复问道。 爸爸,真的不给唐堂打针的吗? 当然了,唐堂又没有生病,为什么要打针啊? 我们只是去检查一下。 那我们去找妈妈吗? 还有姥姥和姥爷? 听到唐堂突然这么闷,张一峰也是一愣,强作笑容。 唐堂想妈妈了吗? 唐堂沉默了一会儿,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 到医院后,张一峰带唐堂去检查,将检查结果递给专家后,张一峰突然心里有些忐忑。 他,恢复得不错,可以停药了,而且各项指标比普通的小朋友还要好一些。 好的,谢谢你了,大夫。 爸爸,唐堂还吃药吗? 哈哈,当然不需要再吃药了呀,唐堂是个健康的孩子。 耶,唐堂不用吃药了。 唐堂高兴,张一峰更加高兴,总算了却一份心病,对着唐堂的小脸,亲了一口。 哈哈,走,爸爸带你去动物园看小动物去。 嗯,唐堂要看大脑虎,还要看大象。 是大老虎? 嗯,大脑虎。 回到家后,唐堂第一时间跑回了房间,去看他的那些小伙伴,看到母亲有些不高兴,张一峰疑惑地问道。 妈,你这是怎么了? 昨天我们在种茶树的时候,有网友来谷礼找你,结果李良柱给领他们家去了,还收了网友的房钱,结果人家嫌条件不好,要退钱。 他死活不退,还把人家给赶了出来,你爸和你大舅去找他理论,也被他拿着扫帚给赶了出来。 还有这是,那来的几个网友现在在哪? 放心,在咱家买的最西边的三号小院住着呢,人家冲着你来的,咱也不能让那三混子,坏了你的名声不是。 妈,你放心,这是我会处理的,我先去看看几位网友,堂堂在楼上,你看着点。 说完便急忙朝三号小院跑去,见到网友后,相互介绍后,张一峰急忙道歉。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几天我有事出门,家里又忙着种茶树,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没事,谷主,也怪我们没有提前打招呼,看到直播说你要出门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本来寻思着直接来谷里也一样。 谁知道碰到这事,谷主,不过这事,你也该好好管一管了,否则有着这样的脚屎棍,实在太影响将军谷形象了。 这确实是我考虑不周,这样,他收了你多少钱,我退给你们,这几天你们在谷里花费全算我的,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们七个人,每人收了三百块,这时又不怨你,你要是能帮我们把钱要回来就行,请客就不必了,该多少钱,我们到时候再结算。 谢谢,谢谢你们理解,你们放心,这钱我肯定会帮你们要回来,你们就安心住在这里,这个小院是我的,晚上我给你们接风。 将人安排好之后,张一峰又去找了村长。 大叫,李良柱现在是什么情况,怎么能这么对游客呢? 哎,以前他就在外面瞎混,去年不知道怎么回来了,还瘸了一条腿,听说是在外面惹了事,被人打断的,回来后也是个混不灵,对他父母也是非打击骂,他大哥和二哥也拿他没办法,只能把老两口给接走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 那行,这是交给我吧,如果不把他给收拾老实了,以后我还不知道咋作妖呢。 说完,便急冲冲地朝着李良柱夹走。 你他妈的谁啊?石王,有话好好说,你先放了他。 对啊,石王,你先把人放了,但无论是谁说话,张一峰都没有理会,仍然拖着李良柱朝广场走去。 杀人了,杀人了,哎哟,摔死我了。 各位乡亲,你们可能好奇,我为什么要找李良柱的麻烦,那我就说一说,让大家来评评理。 说完,张一峰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没有任何的添油加醋。 这样的人就该收拾他,将军谷的名声都让这臭老鼠搞臭了。 那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咋了,将军谷是你张家的啊? 钱退了就完了,至于这么欺负人嘛,放屁,你们李家人能做,还不让人说了,欺负我们张家没人是吧? 事情的经过,我也说了,现在我有三条路供你选。 一,把收游客的钱退回去,然后赔礼道歉,这件事就算了。 二,按照规矩,你我二人决斗,由盛方决定怎么办。 三,我现在立即报警,让警察来处理,比去隔。 对啊,呃,哑巴了吗?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可真动手了。 我没钱,钱都让我…… 钱都花完了,不还钱,就决斗获报案。 听到张一峰说的如此决绝,信里中顿时有人喊道, 张一峰,你怎么也是将军谷的人,怎么能帮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这时候想起是自己人了,那游客再来找我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想这是一家人,顾及一下我的脸面,欺骗他们钱财, 你们把我的脸面放在何处?游客的损失又谁来承担? 你替李良柱还钱吗? 你这么有钱,两千多块钱又不多,何必揪着不放呢? 听到这话,张一峰顿时气乐。 我有钱,那也是我赚的,凭什么要替他李良柱背锅? 你们都是信里的,要不这钱,你们替李良柱除了。 听到张一峰让他们替李良柱出钱,顿时没人说话了, 张一峰也懒得浪费口舌,直接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别报警,我不想坐牢。 你又不还钱,又不让报警,哪有那么多好事? 行,既然决斗,那就来吧。 我腿小不好,刚才被你拖着又受了伤,现在绝对不是欺负人吗? 那你想怎么办?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 再不说话,我就报警了。 不通一声,李良柱朝着李幸元群跪了下来。 各位叔叔,不报,他张一峰欺负我是个瘸子, 这是在达李幸的脸啊,你们要为我做主啊。 是吧,非要如此吗? 李爷爷,不是我非要如此,李良柱骗了游客的钱拒不退还, 这让游客如何看待将军骨,我们将军骨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退一步说,游客是奔着我的来的,我不给他们一个说法, 我的脸面还要不要了,以后还会有游客来旅游吗? 好,既然如此,节斗,我替李良柱接下了。 听到李老爷子放慢,张一峰既气氛又无奈,这么大岁数,他哪下的去手? 看来你们李家是一点脸也不要了。 好,你替你的孙子决斗,我也替我孙子出手,来吧。 住手,还钱,你们不愿意,报警你们又不让,决斗又放来。 好,我也不欺负这李良柱这个瘸子,那我也说一下我的要求, 我可以出钱,也不报警,但是必须要李良柱向游客道歉, 并且跪在宗司前忏悔一天后方可离开。 如果他敢偷跑,用哪条腿跑,我便谢了他哪条腿。 你真要把事做绝,不留丝毫颜面吗? 道歉可以接受,但让李良柱在宗司前跪上一天,那李姓的脸可就丢尽了。 李爷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然他李良柱拒不还钱,又不想国法审判, 那就杭家规,让他跪宗司,向祖宗忏悔,有何不可? 好,很好,这笔账我们记住了。 别走啊,我不要跪宗司,救救我啊。 但他无论如何哭喊,没有人搭理他。 张一峰提着李良柱来到宗司正面前,将他丢在地上,然后说道, 现在是下午五点二十分,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发现你不在,除非你永不回将军谷。 否则,你哪条腿跑的?我便废,你哪条腿? 说到做到,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晚我请游客吃饭,给他们陪不试,明晚希望大家能来家里吃饭。 一是大家一起聚一下,另外一个也是有些事情,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哈哈哈哈,石娃是要带我们一起赚钱吗? 行,正好我那还有些好酒,到时候我带上。 张一峰来到客栈门口,要把李良柱骗游客的钱,退给游客。 谷主,你能为我们出头,我们已经很感激了,这钱你先不用给我们,当做我们这几天的费用,多退少补,等走的时候一起结算。 那行,实在不好意思啊,你们刚来就遇到这样的事。 哈哈,你不是不在吗?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明天就带我们去参观将军谷的美景吧。 这个没问题,明天我们一起去。 回到家,张一峰也把要与大家开合作社的事情跟父母说了一下。 开合作社,也能带动村民一起赚钱,这是好事啊,但有那么多游客吗?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先看看大家的意见。 过段时间再组织一场钓鱼比赛,游客会躲起来的,等到我们将军谷的特色多了以后,游客就不愁了。 停,你有打算就好,你就放手干吧。 爸,明天晚上请大家吃饭,你记得再跟他们说一下,至少亲近咱家,能跟着咱家一起干的。 那,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肯定差不了。 跟父母说完,张一峰又去荒山上看了一下,茶树已经种完,明天便开始培养君彩了。 出门时,林业有限,没舍得多放,如今林业充足,直接在山顶的小水塘中又滴了二十滴。 此时,张一峰有些后悔,一次投入那么多资金来种植天马,应该先考虑一些见效快的项目。 这样出汽资金就不会这么捉襟见肘吗? 唉,自己确实有些心急,有些想当然了,果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钓鱼,民宿,农家乐,山货,天马,种植,养殖,样样都花大钱。 第二天一早,张一峰不仅自己起来了,还把堂堂也叫起来了。 如今,她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也该考虑跟着练拳,还有分房让她自己睡了。 堂堂,跟着爸爸一起去锻炼好不好,爸爸教你功夫。 功夫是什么? 功夫啊,就是能打坏人的,这样堂堂不仅能保护自己, 还能保护小伙伴,爸爸,还有爷爷奶奶啊。 好啊,好啊,堂堂要学,然后打坏人,保护爸爸。 游客沈小妍看着这对妇女在练拳,后面还跟着宠物,羡慕地说道。 谷主,你这一大家子,不知道要羡慕死多少人。 堂堂,你也来锻炼吗? 堂堂不锻炼,我要跟爸爸学功夫,打坏人。 堂堂真厉害,那阿姨跟你一起学好不好? 好。 我们先简单活动一下,等会带你们去参观将军骨的各个美景。 早饭后,带着一众网友去看将军瀑布,将军湖,还带网友上山挖竹笋,采蘑菇,采野果。 谷主,山上那么多竹笋,蘑菇,野果,怎么卖? 卖些山货也不是不可以,但这几天不行,一时皇帝还没处理完呢,要是让大家都去采山货,可就没人给我干活了。 另外一个是现在山货较少,大家再耐心等一阵子吧。 原谅小编此处省略一万的内容,带网友参观的画面太多,没法一一展现出来。 带网友参观回来之后,张一峰来到村委会找村长,商量点事情。 石娃,昨天对李良柱的处罚是不是有些重了,毕竟都是相礼相亲的。 大舅,那你说怎么办,报案是不可能的,但他又不还钱,我就是想通过李良柱这事,给大家提个醒。 不说这个了,我来找你是另外一个事,南面那片小山丘,我想给租下来,有多大面积,什么价格? 那里高地不平的,也不适合规模种植啊,你可别瞎折腾,老老实实地把这片地弄好再说吧,那片山丘不足,你就别寻思了。 大舅,我是真的有用,我打算在那养无古鸡,零散能种植的地方,我会种点玉米,大套。 你真的考虑好了,那片地方有一百三十多亩,才花了这么多钱,又要养鸡,你的钱够吗? 我都想好了,如果还是按照上次的价格,钱就够。 那行,等我跟镇上联系一下,明天给你信。 那麻烦大舅了,不过你可得把这两片山丘中间的地方给我留好了,等明年我手头缓过来之后,我就把中间的这一片地给租下来。 你的心咋那么大呢,还是先赚到钱再说吧。 大舅,晚上记得跟舅妈来家里吃饭。 知道了。 昨晚张一峰考虑了许久,做什么周期相对短一些,投资低一些,还能为村里提供几个工作岗位,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 他最终决定养乌骨鸡,乌骨鸡配上天马,绝对是一道经典药膳。 鸡蛋,鸡肉能卖钱,鸡毛和鸡粪能做有机肥量,而且一次性投入成本又不是很高。 以自己剩余的钱完全可以。 张一峰跟村长沟通完之后,便倒到祠堂门口去看立严里了。 那得,谁啊,敢听你李爷呀,找个啊。 十一文,你来了,我可没跑,一直老老实实地跪在这。 按年龄,我应该叫你一声三哥,不知道你跪了一夜后有什么想法。 想法?什么想法? 张一峰也没有多说,直接扭头就走。 十一文啊,别走了,我有想法,我想清楚了,以后我再也不骗游客的钱了。 三哥,你还是继续跪着吧,好好反思一下到底错在哪了,等到时间了你自己离开。 十一文啊,别走啊,我想清楚了,真的想清楚了。 但无论李良柱怎么喊,张一峰也没有回头,继续朝家走去,眼看着这班客船就要来了,他还要去拿肉呢,晚上还请家族吃饭。 随着傍晚的到来,上宫的乡亲也陆续地回来,收到邀请的人,陆续来到张一峰家里,帮着一起忙活。 各位长辈,非常感谢大家赏脸,趁着这个机会,我也想跟大家说说我的想法。 十一网,有啥事就说吧,我们都支持你。 对,十一网,都是自家人,客气神吗? 大家都知道,我租了北面那个小山丘,种了60亩的茶园,还有20亩的天马。 今天我又跟村长商量了一下,打算把南面的那个山丘也租了,养殖五骨鸡,这么算下来,需要的长宫大概就得十一。 大家一听张一峰的话,顿时又议论了起来,震惊的不仅是工作岗位多,更震惊张一峰的财力。 等着大家议论了一会儿之后,张一峰继续说道。 大家先听我说,然后我们再一起研究,第一批雇佣的长工,我会优先考虑各位长辈家里,但如果其他人有意愿,我也会适当考虑。 十一网,凭啥便宜外信任? 自家人肯定优先考虑,但是我要提前说好,我这好几百万头进去了,来干活的大家一定得帮我筛选一下,要认真干活的,不能眼看着钱赔了不适。 至于工资,大家放心,肯定不会亏了大家,所以谁家里有外出打工的,愿意回来的报给村长,我们再合计。 第二个时就是,今年春季天马收获,谁家有,我会以高于市场加一场的价格收,这个说过,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个时就是,天也暖和了,可以到山上挖猪笋,采蘑菇,摘野果,我会统一收购。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初步定在农忙结束后,这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大家不由得有些兴奋。 十网,你多少钱收? 贝啊,十一网,农忙结束是什么时候? 大家不要着急,具体什么时候收,还要看我们村里农忙什么时候结束,价格也到时候再定,大家先听我把话说完。 然后我们再研究,我和村子已经决定合作,把将军湖发展成垂钓园,我负责招揽游客,村子提供钓鱼场地。 初期人可能不会太多,但时间长了,以我们将军谷的环境,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来。 村子发展肯定越来越好,赚钱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回家可以跟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商量一下,都谁愿意回来发展。 虽然可能看着收入少了,但大家可以仔细算一下,回来后吃住基本上都花不了什么钱,赚得几乎都攒下了,比外面要划算得多。 家里再弄个民宿,加上养点鸡啊,种点添麻,蔬菜,偶尔在上山弄点山货,收入可不低啊,而且村里有了钱之后,除了将军湖,还可以多种植卸梅花,或者改善下环境,会有很多人喜欢来这里的。 是吧,西南省钓鱼的地方有的是人家凭啥呢? 对啊,钓鱼能有几个人? 能有几个愿意来,没了收入我们倒是没什么,但是孩子上学怎么办? 对啊,最关键的还是上学问题。 游客,当然不会,一下子就躲起来,我们需要一点点来。 至于上学的问题,睡难也不难,关键还是要有孩子,否则学校开了,没人念书也白费啊。 至于老师,那更不是问题了,如果没人,我们可以花钱请吗? 现在又不需要大家立即让他们都回来,你们可以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等到村子发展好了,他们再回来也不迟,你们说对不? 而现在,大家如果有意愿发展民宿的,可以先提前报名收拾下房间,具体准备些什么,可以去我的那三个小院去看看。 随后,张一峰又跟大家聊了一会儿,解答了一些疑问,但仅有四家愿意加入民宿计划,这还要考虑一下才能决定。 更多的人还在观望,想着有了游客在决定,众人陆续散去,仅有村长留了下来。 大叫,长宫报名的现在有多少人了?谁家的孩子可能回来上学? 长宫报名的倒是不少,有九个了,但发生了李良柱的事情。 李幸的那几个就不好说了,但愿意孩子回来上学的,一个都没有。 大叫,不用担心,等村子发展好了,肯定会有人愿意孩子回来读书的,我们不着急,至于故宫,这个更不用担心了,有人回来更好,没人我可以去外面招工,有的是人。 哎,我是着急啊。 大叫,这个东西急不来的,虽然大家过得并不富裕,但手里多少还是能有些存款的,等我赚了钱,他们会不心动,到那个时候,就怕你拦都拦不住。 哈哈,但愿会有那一天吧,行,到时候多少钱,村里掏,你租地,村里也有钱了,不差这几个钱,以前村子里人少没钱,这村委我一肩挑也是无奈,如今有钱了,镇上也会考虑村委人员配置的问题。 对,石娃,要不你来竞选村主任吧。 我可干不了,家里这么多事,哪能忙活得开啊,您还是考虑下其他人吧,另外,大叫,让我哥和小弟回来吧,您放心,跟着我干,保准能赚钱。 哈哈,这个我相信,我也跟他们说了,等拿到这个月工资,他们就回来。 那就好,到时候看看他们想干啥,岗位让他们先跳。 说完,张一峰又把自己心里对未来的规划给村长说了一遍,村长听了后,也非常期待那一天早些实现。 这让他更加希望张一峰能站出来竞选村主任,带领村子发展。 但奈何,张一峰死活不愿意第二天,张一峰没什么事,跟着大家一起去山上当活,继续直播军种培养。 而陈明山却跑到了镇上,直跟镇长办公室。 陈叔,您今天怎么过来了,有什么事吗? 有事,而且是大好事,所以来找你帮忙了。 说完,陈明山先将张一峰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又把张一峰昨天对将军补未来的发展规划复述了一遍。 陈叔,是确实是好事,但村委的选举是有明确流程和规定的,这个镇上也不能干预,但主要还是得抗你们村民选举。 那这可咋长,我们村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好不容易盼回来个金凤凰。 要是选举后的村委不配合那可咋办啊? 陈明山突然想到村主任要村民选举,但书记可以上级委派啊,急忙问道。 镇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村书记由镇上委任,我去竞选村主任,其余的村委村里自己选举。 陈叔,您就这么看好张一峰,不怕他是为了赚钱骗您。 你说什么呢,这娃是我看着长大的,是杀人我清楚得很,要不是他不干,我都想让他接我的班了。 不过咱得说好,镇上派的书记必须支持张一峰的工作,否则我们不要。 陈叔,听你这么说,我也好奇了,走,我跟你一起回去,去见见这个张一峰。 那行,我保证你见了之后,也一定会相信他的。 说完,急忙带着镇长回到将军堂,又把张一峰叫了回来。 陈明山将二人相互介绍之后,张一峰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美女镇长。 他不仅身材高挑,年轻漂亮,在清纯的外表当中又透露着一丝青儿,标准的职业妆更是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 丁镇长,我看着你怎么有些眼熟,我们是不是见过呀? 张一峰,一中的学霸,哪里还记得我啊? 你也是一中的,真不好意思啊,我只觉得你眼熟,确实想不起了。 呵呵,没关系,当初你是一般的,我是四般的,接触的机会不多。 我想起来了,一中的冷面笑话丁小丽。 听到了张一峰的话,丁小丽顿时脸色一虎,即使工作多年,突然听到别人叫自己冷面笑话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想起你,便不由得脱口而出。 没事,本就是校友,这没什么的。 既然你们认识,那你们俩聊,我去山上盯着,盯镇长,中午就别走了,留下吃个饭。 石娃,你把昨天跟我说的将军谷规划,跟盯镇长说说,中午再多做几个菜,我去看看他们干得怎么样了。 张一峰,我好想听说你留在西川发展了,怎么突然回来承包荒山了? 哎,离婚了,本来带着孩子想回来陪陪老人,但看着村子如今的样子,便打算留下来发展了。 怎么离婚了,不好意思,我不是要打听你的隐私。 没事,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说完又简单地,把离婚的经过和回来后发生的事情大体地说了一下。 丁小丽听了后,心里也是为张一峰抱不平,但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移话题问道。 对了,陈书记说了一下你对将军谷发展的规划,但说得不是很清楚,方便跟我说什么。 就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当不得真,具体怎么发展,还是要看镇上和村里的规划。 说完,张一峰便将他的想法详细地跟丁小丽说了一遍。 规划很好,但我有几个疑惑。 一是,这个规划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将军谷又没有学校,恐怕不容易吧。 二是,如今并没有产品产出,你如何保证产品质量能达到预期? 三是,如果达不到预期,你的规划只是空中搂割,不仅吸引不来人,甚至你的产品销路都是问题。 三是,你对投资要求这么多,你自己的资金又不富裕,计划实现起来不容易吧? 不好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听了之后有点疑惑。 没事,我知道,你的担忧很正常,所以我也从未想过能一次到位。 至于你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是问题。 看着张一峰如此自信,丁小丽看得有些呆了,脑海中不由地回想起高中的时候。 外来投资,我非常欢迎,但必须保证将军股生态环境不被改变。 否则,我宁愿我自己投资,虽然慢一点,但能保证将军股的子孙后代,依然能享受老祖宗留下的这片绿水青山。 夸张点说,资金,我并不太担心,比如这沉香手串,我还有八条,也值个五百多万,更何况我还有些其他的东西,只要我挺过初期的困难,后续资金不是问题。 说到这,张一峰便想起了兰花,如果真能够培育成功,他就不需要为资金担忧了。 至于产品的质量,我有绝对的信心,等产品出来之后,我会找权威机构进行认定,到时候让事实来说话。 至于学校的问题,你们错人了吧?貌似这个应该是你们政府要考虑的吧? 丁小丽虽然不知道张一峰哪里来的自信,但想必有所依仗。 双眼盯着张一峰,郑重地问道。 在将军股,你有着无法比你的优势,但你如何保证?你不会为了利益而破坏将军股的环境呢? 我无法保证,但时间可以证明。 我非常期待将军股会变成你描绘的那样,那样你可得给我留间房子,我也来将军股养老。 好好,放心,房子有的是,快中午了,你先坐会儿,也可以随便逛逛,我去做饭,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张母陈云在听大哥说家里有客人,还是女的,而且还是张一峰高中的同学,心思便活络开了,总是想着她的长相。 结没结婚,看到院里四处打量的姑娘,顿时眼睛一亮,急忙走了过去。 镇长,你好,我是张一峰的母亲。 阿姨你好,不用那么客气,我跟张一峰是同学,叫我小丁就好。 小丁,快无理做,十娃也真是的,怎么能把客人自己撇下不管呢? 不是的,阿姨,张一峰去做饭了,我就随便看看。 本来还想打听一下姑娘的情况,但听说儿子在做饭,还不如把机会留给二人。 姑娘的情况等过后问儿子也是一样,于是便打算趁机离开。 啊,那就好,我回来拿些东西,地里还有不少活,你看,没关系的,阿姨,您忙您的,那好吧,实在不好意思。 说完,陈云假装去屋里随便拿了个东西,然后对着堂堂说道。 堂堂,走吧,爸爸有工作,跟奶奶去玩。 不要,奶奶骗人,爸爸在做饭,不是工作。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阿姨,没事的,您忙您的,我帮您看着她,那麻烦小丁姑娘了。 看到陈云离开,丁小丽也来到厨房,假装好奇地问道。 张一峰,我看这又是猴子,哪弄的啊? 啊,你说他们啊,都是我从山上救的,林业局也带走过,但离开后他们不吃不喝,又给送回来了,让我帮着照顾。 说实话,你们政府还欠我钱呢,说好的补助也没给我,就给了我一个破饲养症,又不能当饭吃。 你还在乎这三瓜粮草的啊?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行了,厨房烟多,你快出去吧。 堂堂,爸爸做饭,你领着阿姨出去,帮爸爸招待阿姨好不好? 嗯,堂堂招待阿姨,但爸爸要做肉肉吃。 好,爸爸给你香喷喷的肉肉吃。 阿姨,堂堂请你喝水,可好喝了。 真好喝。 好喝吧,堂堂喜欢,果冻,布丁,也喜欢,你们也喝吧。 这些小宠物好可爱啊,堂堂能介绍给阿姨认识一下吗? 这是果冻,这是布丁小丽和堂堂过来吃饭。 张一峰,你做饭的手艺可以啊,不比酒店的大厨差。 也就那样,做多了自然就熟练了,主要还是食材好。 好了,果冻吃饱了,你赶紧自己吃饭吧。 爸爸,他们没吃饱,是果冻跑过来,跟我要吃的。 他那不是没吃饱,是馋的,赶紧吃饭吧,不然一会儿我们吃完,你就要自己吃饭了。 不要,堂堂跟爸爸一起吃。 堂堂,实在是太可爱了。 嗯,奶奶也说堂堂是可爱的乖宝宝。 爸爸,我可以跟果冻他们出去玩吗? 去吧,不过只能在院子里面玩,不能出去,知道吗? 嗯,堂堂不出去,我知道你们没吃饱,走吧,我们出去吃苹果,别被爸爸发现。 我以后也要生个女儿,堂堂实在是太可爱了。 这个容易啊,趁着年轻抓紧生辈。 丁小丽只是笑了笑,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跟张一峰聊起她为接下来的规划。 除了种植园和养殖场,你还有什么打算? 那事情可多了,完事之后也差不多该能忙了。 农忙结束之后还要举办钓鱼比赛,收山货,收天马,这就够忙活一阵子的了。 本以为回来之后能轻松一些,谁知道一直忙得没完没了,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能者多劳吗?那山货你打算收上来之后卖给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收上来之后,我打算雇佣不能上山采摘的老人,将他们初步加工一下,制成真空包装,卖给网友,这样老人也能在闲暇至于多赚点零花钱。 可以啊,既然你这么有想法,为什么就不愿意竞选村主任呢?这样你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实施啊? 我说你怎么突然来了,原来是做说客的呀,不过恐怕你要失望了,村主任我是不会做的。 你有想法,也有带动村子发展的意愿,为什么不能做村主任? 一来,确实忙不开,我不仅要直播,家里又是种植员又是养殖场的,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精力。 二来,我爷爷是首次任,我大舅也是主要村干部,我在做村主任,也避免不了大家的质疑,尤其是在未来我会继续租赁村里的大片土地。 这些并不矛盾啊,只要你的所作所为合理、合法,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如果我当了村干部,未来不可避免的会为村集体的利益让步。 而且,我更不希望自己被套上思想和舆论的枷锁,你不用急着否认是否会被套上枷锁,你比我更清楚。 比如说我为什么只顾着自己赚钱,而不把机会和利益让给村民,比如说我为了自身利益,甚至在未来可能面对某些上级领导的不合理要求,让我损失自身的利益,而这些决定很可能与我对将军谷的规划背道而驰。 张一峰的直白,让丁小丽一时不知道如何来回答,她不否认,张一峰说的这些情况,未来很可能发生,丁小丽只能极力争取。 你把事情想得太悲观了,那只是个例,况且你又如何保证你所想的,所做的就是正确的呢? 那你又怎么保证你们的想法都是对的呢?那为什么当初那么多果树都被批掉当柴烧?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还不是听信了你们?结果呢,欠了一屁股外债,为了生存,他们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我无法保证我是对的,但起码我可以保证我在得到利益的同时,将军谷的生态环境不会被改变,我可以保证将军谷的所有村民可以得到切切实实的利益。 一丰,你别着急,忘记政府确实可能有些考虑不周的地方,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简单一句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结果村民的损失,就可以没有丝毫的愧疚吗?不好意思啊,我知道西南省的情况,也理解政府的难处。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是想发展好将军谷,但我不想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干扰,更不想为自己的本心。 那好吧,是否竞选村主任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意愿,但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直接给我说。 放心,如果遇到困难,我不会客气的,我说这些不是针对你,希望你不要介意,不说这些了,走,我带你去看看我承包的种植园吧。 张一峰带着丁小丽来到荒山,将规划介绍一遍之后,便送他离开。 回来时,又接了儿童娱乐社市公司的员工,领着儿童娱乐社市公司的员工在广场和将军湖转了一圈之后,张一峰拿起宣传图册,边看边听着对方的介绍。 张先生,来找您的要求,借货仓敌情况,在广场我们嘴中推荐了宝库租货话题,乔乔拜,球签,冬创,儿童秤抱跟租货,地面扑施放甩点,您看还有需要增加的吗? 所有材料,我们都是采用紧扣材料,不会对包包健康产生人祸危害。 这是监测报告,使用面线畅达四年,包修两年。 那这个组合的价格呢? 留完八千元。 怎么这么贵?我看其他厂家价格要便宜得多呀。 张先生,价格差异主要在材料或摄丝尺寸上,我们公司全部采用紧扣材料,是母钱市场上最好的。 私用面线畅达四年,包修两年,普通的摄丝私用面线只有八年,包修一年。 价格还是有些高了,如果质量真如你介绍的那样,价格再优惠一些,我可以现在就定下来,他们都会交给你们公司。 儿童娱乐社是公司的员工跟张一峰说了声抱歉之后,拿起电话到一旁请示领导。 张先生,六万两千包括运输费用,这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行,不过一定要保证质量,毕竟你们的价格要高出同仓不少,我也是看到用户评价不错才选择你们的。 这点您放心,我们不会炸了自己的招牌的,更何况,我们还期待与您进一步获作的。 嗯,那你们什么时候能来安装? 如果没问题,明天上屋开市,下屋就能安装完毕。 那就这么定了,你们明天上午过来后,我到谷口接你们,安装完毕后就给你们接管。 将儿童娱乐社是公司的员工送到镇上之后,张一峰又去考察了几家五股鸡苗销售的厂家。 天色暗下来,张一峰才急忙往家赶。 哎,没想到回来之后这么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不过好在差不多了。 儿童娱乐器材安饰完毕,五股鸡养殖厂建设完毕之后,再就没什么事情了,能轻松一些。 想到这,张一峰也算松了口气,他觉得是时候该顾个助理,帮助处理直播,剪辑视频,以及前来旅游网友的接待等等。 突然听到一阵海声传来。 爸爸,爸爸。 堂堂,你怎么来了呀? 我跟爷爷来接爸爸下班。 哈哈,堂堂真怪,走,咱们回家吃饭饭。 回到家后,张一峰简单地吃了几口后,又来到了村委会,准备问一下长工报名的事情。 那就,现在都谁报名长工了呀? 十三个,七个张姓,四个陈姓和两个刘姓的,本来李姓还有两个,但后来都不干了。 那这十三个,就都要了。 这个已经不错了,慢慢来吧,相信村里的情况好起来之后,会有人愿意回来的。 之后,张一峰签了荒山的租赁协议,把钱打到了村子的账户上,又跟村长说了一下儿童娱乐设施的安装和接下来几天。 第二天,直接带着堂堂和小动物们看着儿童娱乐设施安装。 爸爸,什么时候能玩呢? 快了,要不爸爸带你去找爷爷,回来之后就能玩了。 在堂堂的期待中,所有设施安装完毕,张一峰痛快地付了款,并约定好天气回暖后就安装将军湖上的水上娱乐设施。 爸爸,我能去玩了吗? 当然可以了,去吧,不过要注意安全啊。 爷,爸爸我爱你。 堂堂,在这里等爸爸,不要乱跑,爸爸去叫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玩,好不好? 嗯,要叫小哥哥。 主妇好堂堂后,张一峰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村委会,开启了广播大喇叭。 喂,喂,广场上的儿童滑梯和蹦蹦床已经安装完毕,现在小朋友们可以去玩了。 张一峰回去没多久,便看到陆续有老人,领着小朋友朝广场走来,老人们看着孩子们玩耍,也非常高兴。 张一峰也觉得这个钱花的值。 是吧,这些东西没少花钱吧? 还行,一共六万多,不过孩子们能有个玩的地方,这钱花的也值得。 这么贵,你破费了。 听到张一峰的话,大家也非常震惊,鼓励普通的家庭,两年也攒不下这么多钱。 看着这么有意思的画面,应该给网友们分享一下。 张一峰直接开启了直播,下午时间直播的机会比较少,但仍有大批的网友陆续进入直播间。 开播几个小时,眼看着天色一暗,张一峰才下播了,下播后叫堂堂回家。 叫了几次堂堂,才一一不舍回去。 带着他们回家吧,快要吃饭了。 嗯嗯,堂堂带他们回家。 次日清晨,张一峰带着堂堂直播,教网友们练拳,但回家后却意外地接到了唐帝一帆的电话。 干,我把我们队长给打了,我回去跟你干好不? 打架了?怎么样?没受伤吧? 没有,他哪是我的对手,只有被我收拾的份,不过我估计也干不下去了。 那你就回来吧,正好我这里也缺人手。 哈哈,我就知道跟你对我好,不过我回去后,你要跟我爸说是你找我回来的,千万别提我打架的事。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那边处理好了我去接你。 对了,你顺便去帮我买十只山羊和几只土狗宰回来,我把钱转给你。 好。 下午到了镇上之后,张一峰给一帆打了个电话,没想到这小子动作到快,已经跑到养殖场去买羊了,等找过去时,一帆正在挑选山羊。 干,你看这些羊怎么样? 我对这些不太了解,也不是为了养殖,差不多就行。 不是为了养殖,你买它做什么,吃肉啊? 这个以后跟你说,先听听介绍吧,以后有可能会养殖。 张一峰说完,跟着一帆一起听着技术员介绍。 我们这里的山羊都是本地羊,属于云岭黑山羊,虽然满熟,但繁殖驴狗,狐仔驴狗,幼稚好,耐似的,抗病性好,而且…… 师傅,我买它们只是想前期尝试一下,如果可以,后期可能会考虑大规模养殖,现在就想先养几只成羊试试。 要成羊,你这是…… 一只公羊,十只母羊,多少钱,不过最好能挑选些漂亮的,这个可以吗? 公羊两千八百元没至,母羊两千四百元没至。 行,就这样吧,不过你们要帮我送到渡口。 说完,张一峰痛快地付了钱,突然看到了几只梅花鹿,引起了兴趣。 你们还有梅花鹿? 这个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可不仅有羊,还有牛和梅花鹿。 那有马吗? 那,这个可没有。 行,那谢谢你了,不过我还想买只梅花鹿公路。 就一只公路,你是要养,还是吃啊,如果养只梅花鹿,需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子格证的。 这个有,别说梅花鹿了,连野生的黑熊和白头叶猴,我可都能呀。 没见过这么能吹的,现象还养黑熊和白头叶猴,你怎么不说养熊猫呢? 哥,你这又是羊,又是马的,还买了梅花鹿和狗仔,你这是要干吗? 哈哈,不知道了吧,羊是用来吃草的,马和鹿是用来骑的。 至于狗仔,以后看家护院了。 羊吃草,马和鹿用来骑,狗仔看家护院,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行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不过,倒是你,想好回去之后做什么了吗? 我哪知道做什么,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那行,正好养鸡场正在修建,你回去之后跟着我养鸡吧。 养鸡,我不干。 你不是说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养鸡怎么了? 反正我不养鸡,你给我换一个。 行了,逗你完吧,你回去之后,先给我做直播助手,再负责跟网友沟通和接待。 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琐事,你帮我跑一下。 哈哈,我就知道哥对我最好了,这活我能干,不过你给我开多少工资啊? 你想要多少工资? 不用多,一个月万八千的就行。 说得轻巧,还万八千的,多少工资看你表现,你现在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跟二叔解释吧。 过不了二叔那一关,你说什么都白费。 哥,你不能这样啊,不是说好了,你跟我爸说让我回来帮你的吗? 兄弟二人一路上有说有笑了,到了将军谷找人把东西都搬回了家。 所有的牲畜都放到了后院的马厩里,塞得满满当当。 忙活完之后,张一凡便准备回家接受父亲的审判。 张一凡回家后结果如何就不知道,但张一峰却被父亲一通埋怨。 石娃,你是咋想的,买这么多马,羊,还有狗仔做什么,有钱也不能这么瞎折腾啊。 爸,您别急啊,我是这么想的,买这些羊是用来除草的,马是用来做交通工具的,狗仔是准备长大一些后,用来看机的。 用狗来看机勉强说得通,用羊来除草,马做交通工具,你还真敢想,我看你就是有钱烧的,那你买头梅花路做什么,也是交通工具。 对啊,不过那是你孙女的交通工具,你想想,你孙女骑着梅花路到处走,那场面。 还没等张一峰把话说完,张家震气的直接站了起来,在屋里四处找东西。 怎么了,爸,你找什么? 找什么,我找趁手的东西,我看你不光败家,还皮痒痒,用羊来除草,不把茶园给祸祸了,我看你这是想上天。 爸,您别急,先消消气,听我说完行不? 你说,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 爸,山羊训练一下,能够分辨茶树和杂草,不行就吃肉呗。 至于那些马,万一网友来,他们骑马又不是免费的,我们还能赚钱呢? 他,山羊先不说,就那些马,万一客人骑马摔了怎么办? 再说走两步怎么了,我都走一辈子了,也没看少块肉。 那是你走习惯了,又不是让所有人都骑马,会骑马的可以试试,我主要是想坐骑辆马车,用来接待客人。 石娃,你赚点钱也不容易,爸老了,没有你们年轻人那么多想法,但我知道一口吃不出个胖子的道理。 你回来后,先买茶,后来又是民宿,又是种植园和养殖场,现在又弄了这些羊。 爸,过阵子你还要烧山货,啥时候能回本,你想过吗? 听了父亲的话,张一峰也知道自己早就有些急了,急忙安慰道。 爸,您放心,暂时就这样了,没赚到钱之前,我再不折头了。 石娃,我知道你想带着村民赚钱,但也要量力而行不适,不要想着一步登天,稳扎稳打才是硬道理。 我知道了吧,您放心,我肯定再不搞事了,老老实实把种植园和养殖场弄好。 但愿你真的拼进去了。 说完,张妇转身去照看堂堂去了,但这时二叔却领着亦凡来了。 石娃,亦凡说是你让他回来的。 对啊,二叔,我这边确实人手不够,所以叫亦凡回来帮忙。 一凡年龄也不小了,再紧去开船也没什么发展,还不如回来帮帮我,先跟着我直播,接待网友。 日后,他自己弄也行,总比给外人打工墙了,而且初期呢,基本工资我给他三千,另外直播收益我再给他一场。 一个月赚个七八千应该问题不大,比出去打工墙的多了。 哎,只这样最好,我就怕他在外头惹了货。 至于工资,你看着给,够他零花就行,别给他多了。 你放心二叔,三千是给他的,多处的直接交给你,不经他的手。 我赚的钱,凭什么不给我? 小兔崽子,你叫什么?我把你养这么大,工资交给我怎么了?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你自己留一千五百,剩余的也得交给我。 就这么定了,石娃,你每个月就给他一千五百块钱,其余的你给我,省着他乱花。 行,二叔,就按你说的办,每个月给他一千五百,其余的我按季度跟提成一起交给您。 你们不能这样,一千五百块钱够看什么的,怎么也得两千块。 二叔,您稍等会,一反你去叫三叔他们过来,今天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三叔张家军带着三婶来了后,张一峰把民宿的事说了一遍,说服了两家之后,算一下,已经有二十九个房间了,再说服几家就差不多了。 打叫,报名长工的人都回来了吗? 就差我家那俩小子了,明天他们就能回来。 那就好,他们的情况您也熟悉,人员分配您有什么建议? 种植园暂时就浇浇水,活不多,有三个人就够了,养殖场那边都是基厨,十个人,正好一人负责一个机设,你看怎么样? 这个倒是没问题,这样吧,明天不有事要进山一趟,等后天我跟大家伙见一面,详细说下工作安排,您看行不? 那也行。 回去后,张一峰对亦凡布置第二天的工作。 亦凡,明天晨练的时候,继续直播,我要进山一趟,你自己看着安排就行,可以直播养殖场修建,也可以直播其他的。 哥,这有什么意思啊?明天我跟你一起进山呗,直播这个网友肯定喜欢。 明天我要进山山,不方便直播,你知道就行了,不用跟你大伙他们说。 那好吧,你自己注意安全。 张一峰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了,回到房间后,就翻阅起资料,考虑着明天进山找什么稀有料材,简单收拾了一个。 第二天一早,张一峰独自进山寻找合适的目标,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下午寻找到。 哈哈,金四代,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了他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张一峰小心翼翼地将他采摘下来,收好后,朝着将军谷的方向返回,一路上有惊无险,当然也收获了很多山火,直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家。 一凡,我回来了。 我的哥哥,你可吓死我了,这都八点多,你再不回来,我都要报警了。 堂堂看到张一峰后,一边高兴地喊着,一边朝着他扑来。 爸爸,爸爸。 堂堂怎么还不睡觉啊? 我要等爸爸下班,堂堂都一天没有看到爸爸了。 爸爸,这不回来了吗?快下来跟奶奶去睡觉吧,爸爸身上脏,等你明天睡醒了爸爸,再跟你玩。 最后,堂堂被奶奶带走。 此后一段时间,张一峰每天都开直播,有了一凡加入也能做更多事情。 这也吸引了更多网友来将军谷旅游,这就造成民宿紧缺。 在村长帮助下,张一峰和张家生,张家胡,陈启光和刘青,加上村长等六家开展扩增民宿讨论。 现在来旅游越来越多,村委打算扩增民宿数量,这样大家也可以增加收入。 怎么样,大家要不要参与进来? 改造一间客房需要多少钱? 叔,如果简单改造,大概需要三千左右一间,稍微好点的要五六千。 如果按照一百五一天来算,三间客房天天住人,不用一个月就能回本。 是啊,叔也想支持你,但现在没有那么多游客,你也知道,这笔投入不是一个小数目。 对啊,这些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们来说,大半年才能攒下来,游客本来就少,你也有那么多的房间,我们能赚到钱吗? 张一峰就知道,在没有看到成果之前,让他们加入到民宿计划当中,恐怕不容易。 想到这,张一峰话锋一转。 如今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至于是否要加入进来,全凭自愿,大家回去再考虑考虑。 诗娃,叔什么都不懂,但叔信你,我家有三间空房,你看什么时候弄,怎么弄,我都听你的。 由于村长带了头,最后还是六家人都陆续加入客房的改造。 接着几天,张一峰又忙着找装修公司,最后算下来每件两千八百元,比自己当初还便宜一些。 就在张一峰领着设计师测量房间数据的时候,村长突然打电话叫他过去,说是镇长和新书记要见他。 国主,你好,我是新来的村书记,尚小雅,很高兴认识你。 尚书记,你好,你叫我一逢就行。 村长,丁镇长和尚书记来,你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大火,好好欢迎一下呀。 没大没小的,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啊,我也没看你来迎接。 对啊,我都让陈叔提前告诉你了,你怎么没来迎接我们啊? 忘了,真的忘了,刚才我还带装修公司的设计师测量房子呢。 鉴于你不想进选村主任,邮镇政府派上小雅同志来任将军谷的第一书记。 谷里的事情,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尚小雅同志会尽力帮助你们。 丁镇长,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尚书记的工作。 尚小雅一直在关注着张一峰,他不相信有这么大工无私的人,即使有,也不大可能出现在这里。 因此对张一峰态度不是很好。 聊了不久,张一峰的电话响起,原来是张一凡要去送设计师,顺便去接游客,问他是否一起去。 有一批游客要过来,我去接一下。 张一峰走后,陈明山带路,一边领着二人参观,一边介绍着村里情况。 听完老村长介绍完村里情况后,丁小丽郑重地看向尚小雅。 小雅,你这是什么情况?陈叔,你有事先去忙? 好的,丁镇长,有事你叫我。 小雅,张一峰哪里得罪你了吗? 没有啊。 丁小丽并没有给他反驳的机会,继续说道。 看来,你把来之前,我跟你说的话都忘了,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但要建立在你了解将军谷的基础上,回去好好反显。 如果想不明白,这第一书记就换别人来做。 说完,丁小丽不再搭理尚小雅,直接给陈明山打了个电话,让他找人送他俩回去。 张一峰离开后,总觉得尚小雅对自己似乎有敌意,又想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他。 哎,靠人不如靠自己,看来指望新书记能帮忙不现实了,日后还是跟他就商量着来吧。 经过一段时间反省后,尚小雅还是来到将军谷担任村书记,上任那天镇长也把张一峰叫到村委。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啊?赶紧说完,我也好赶紧走。 刚刚和陈书记将工作交接了一下,现在有三个事情,想跟你沟通一下,一个是餐馆的问题,一个是春天蛮销售的问题,最后一个是村里资金使用的问题。 不对吧,丁镇长,好像这些事情都是你们村委会的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定,我执行不就得了吗? 怎么没关系,餐馆是你提出来的,还有村里的资金使用,你难道不是将军谷的村民? 你这是强词夺理,餐馆的事,刘尚书记接手了,如何决定?我没有意见,至于村里资金的使用,我连村委都不是,我瞎参合什么呀? 一峰,你虽然不是村干部,但作为将军谷的议员,监督村委,为村里发展提供合理建议,这个总没问题吧? 那好吧,你们说,我听着 那我们先说第一个,餐馆的问题,这个情况也比较急,尚书记,老书记,你们分别谈一下你们的看法 丁镇长,我已经不是村支术了,叫我老陈就好,昨天石娃跟我说 不好意思,你们继续,我就是嗓子有些痒 昨天石娃跟我说 大叫,我昨天是跟你唠叨,我妈忙不过来了,你不用总说,你就直接说你的想法吧,赶紧说完,我家里还有事呢 这什么急,多等话怎么了,我觉得吧,这个餐馆可以由村委会开,村里的老人 尚书记,你的想法呢? 丁镇长,我觉得老书记这个想法很好,而且村里也负担了起前期的支出,我同意 张一峰你呢,把这个钱让给村里赚,你不会有意见吧? 丁镇长,您说笑了,这是好事,我有什么意见啊?村里接手还帮我省了不少事呢? 那餐馆的事就这么定了,会后你们立即着手安排 三人讨论了很久,最终三个问题也都得到解决,尚小雅对张一峰态度也由不屑变成崇拜 接下来几个月,村里经过改造,面貌焕然一新 回到将军谷这期间,张一峰的直播收入,以及几盆兰花拍卖的收入,竟然有六千万元了 他打算再承包一些土地,于是又来到村委 大盲人你怎么来了? 我准备再承包一些土地 你又看中哪块地了,不过我要说好啊,这价格可涨了 南北以保护站和养殖场为界,东西以峭壁和将军河边为界,中间这部分土地,我全要承包 什么,你再说一遍 你们没听错,那片地我全要承包 你睡醒了吗?你知道那一片地方有多大吗?你有那么多钱吗? 虽然具体的我不清楚,那片地应该不足三千亩 钱我有,现在我们需要商量的是,承包年限和土地价格 易峰哥,你也是的,怎么还站在那啊?我们坐下来慢慢说,你打算承包多少年啊? 都按最长时间计算,之前已承包的,我也打算提升到七十年 差额部分,我可以一次性补齐,现在关键是土地的价格 易峰,你真考虑清楚了,承包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可不是一笔小钱啊 你能赚得回来吗?那些小丘陵给你七十元亩,荒草的八十元亩 可更重的土地一百元亩,荒废的水田二百元亩,你觉得怎么样? 陈主任,别说咱俩的亲戚关系,就说是对一个外人,您也不用这么狠吧 那些土地啥情况,在您眼里,我就那么傻吗? 尚小雅,李茂唐也觉得陈明山有些过分,都有些同情张易峰了 短暂的沉默后,陈明山继续说 易峰啊,即使他们在荒废,使用性质在那了,这是原则问题 这样吧,我们可以在使用年限和总体价格上,给你一些优惠,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宁愿你按照实际情况来,我也不要你的优惠 你也不用着急,我跟上书记和李会计商量一下优惠力度,我们再谈,怎么样? 你们要商量多久? 一个小时,我肯定会尽量说服他们,一个小时后你再回来 三人也是个数几件,激烈地研讨起来,等到张易峰再次回来的时候,尚小雅更加的热情了 易峰哥,我们商量了一个方案,你看行不行,租赁方式按照陈主任说的 当然,作为补偿,除了土地租赁协议之外,相当于所有土地使用年限都是70年 除了这些,我们可以给你减免250万的租赁费用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允许你分期付款,10年内补清就行,不收利息,你看怎么样? 签署补充条款,这个可以,但我不需要分期 如果我一次性缴旗,你们还能优惠多少? 2700亩一次性缴旗,但我们真的不能优惠太多 这毕竟是村集体财产,跟乡亲们也没法交代 只能给你把零头抹去,1700万 明天上午我们就可以去账粮土地,签署合同,一共1720万 签完合同,钱就到账 签完合同,张一峰也是爽快,及时到银行办理了转账 自此,张一峰算是拿下了2700亩土地承包权 这个消息也很快传遍全村 张一峰成功签了2700亩的承包合同 警戒又在镇长和村委的帮助下,解决了机械和劳动力 解决这些问题后,娜娜打来电话说明天周六 要带一个朋友过来玩 第二天一早赶着马车去村口接孙心语和娜娜 娜娜,心语呢? 三个,心语没来,这次就我和我朋友 这是我的好朋友,顾延西 延西,这是我家心语的好兄弟,张一峰 可是言辱黄花川,美竹清溪水的延西 怎么不是君兮叛西,小木延西的延西 不好意思,只是一种感觉,顾小姐不要介意 两人很聊得来,一旁的娜娜听了二人的对话 瞬间感觉自己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随后,娜娜和顾延西上了马车 在搬东西上马车的时候 张一峰不淡定了,对这儿娜娜说 家里什么都有,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 又不是给你买,都是给干爸干妈和堂堂买的 上马车后,娜娜好奇地问着顾延西 小西,你的名字到底是曲子哪句啊? 言语的言,小西的西啊 你们俩人念的诗词,我都没听过 我哪知道是那几个字啊,你就直说呗 这时是曲子也入黄花川,美着清溪水的延西 娜娜,家里你也熟 你带着顾小姐转转,我手头还有点事 没事,你忙去吧 张一峰走后,两人放好行李 也不休息就在将军谷逛了 小西,走,我带你了解一下将军谷 两人把将军谷逛一遍 在路上,娜娜也把张一峰的情况详细地和顾延西说了一遍 顾延西听了,对张一峰也有些好奇 在这么短时间,就折腾出这份佳业 运气,能力缺一不可 娜娜看着顾延西只是沉默不说话 她也没再说,继续拉着她介绍家里的情况 还真是你啊,我就觉得像你,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是一凡啊,我刚来没多久 有阵子没看到你了,回来这段时间怎么样 还行吧,就是给我哥打个枪手,讨个腿 我心语哥呢,怎么没看到他啊 娜姐,一会儿再说,我哥催我了 告别一凡后,两人也光累了 于是回去休息了,晚上张一峰百验接待两人 在谈论中,张一峰也了解了顾延西此行的目的 顾延西在省城工作了几年,还拿过设计大奖 所以打算自己开个小的工作室 专门设计,制作一些复古类的服装 来江军谷,是想租一片地方种桑树养残 自己生产丝绸 顾小姐,如果你早些来 可能还会租到合适的土地 但现在恐怕很难 你是娜娜的三哥,叫我延西就行 为什么现在不好租 主要还是因为我承包的土地太多了 所以村里考虑到日后村里的发展 会限制大面积的土地租赁 三哥,小夕租的不多 够他自己工作室使用就行 只是,你得帮忙 你打算租多少 五十亩,可以吗 即使按照每年养残四季来说 五十亩丧原 每年也至少能做三四千件连衣裙 你的手工作坊 能用得了这么多吗 你还懂这些 我也只是知道个大概 详细的就不清楚了 你产出的残碱要制作丝绸 你打算在村里硬染 还是另外寻找地方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江军谷只是作为原材料产地 我不会在这里建厂硬染 而且我的量不多 找代工厂更符合我的利益 不在村里建议染场 那就没问题了 第二天 张一峰来到村委会 只有上小雅一人在那里工作 尚书记 村里的土地还租吗 你都占了村里五分之一的土地了 你还要租 不是我租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想种桑树养残 也不需要太大的地方 张一峰将顾延熙的情况 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是不反对 但这时还得跟陈主任商量一下 毕竟村民都不希望 再把土地租出去 也行 我这就叫他回来商量一下 你这么着急 不是我着急 是人家着急 抓紧办完好栽数 如果不行 还要考察别的地方 陈冰山回来后 张一峰又把情况跟他说了一遍 这是好事 租的地方又不大 我觉得没问题 这是不用跟大伙再商量一下吗 用不着商量 这是好事 除非他们想自家的孩子打光棍 否则没有反对的道理 就这样 张一峰也成功帮顾延熙 拿下了五十亩的承包权 在张一峰的帮忙下 顾延熙也在将军谷 承包了五十亩地 三哥 接下来的五十年 我们可就是邻居了 你难道不表示一下 表示 请你吃饭 你也太没诚意了吧 我可是听说你买了不少宅基地 让我一个怎么样 严熙姑娘 村里的宅基地 只允许内部流转 即使我想卖你 也没用啊 三哥 卖不了没关系 那你可以常租给我一个 不过租金你可要便宜一些 小夕 在这里 你人生地不熟的 住三哥家不挺好的吗 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 娜娜 如果短时间住在这还行 但如今 我已经在村里承包了土地 怎么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啊 更何况 我也需要一处安静的地方 静下心来创作 那行 我还有十个宅基地正在建造 抽时间带你去看看 你随便挑 不过你要抓紧时间 订个装修方案 那就谢谢三哥了 房子虽然是你的 但装修的钱得由我来出 租金令赛 三哥 真是太谢谢你了 明天我就去谈桑范 三哥 我可把我们小夕交给你了 日后你可要多照顾他点 没问题 若是他受了什么委屈 你拿我十万 哗哗 这还差不多 祝小夕成功 卖出创业的第一步 次日 张一峰带两人抓尼秋 堂堂也跟去 看着他可爱的样子 娜娜保住他狠狠地亲了一口 然后夸赞道 堂堂最厉害了 别审神厉害 既然这么喜欢小孩 你还不敢进生一个 以前觉得生孩子 带孩子好麻烦 总想再玩几年后再生 现在看到堂堂这么可爱 我也羡慕了 打算回去后就努力 我想生 随时可以 但你也不小了 如今连男朋友还没有呢 快说说 想要找什么样子的 我也好帮你留意一下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呢 我自己一个人不知道有多自由 虽然嘴上说得轻松 但看着身边的朋友 一个个结婚生子 说没有想法 那是骗人的 但如果没有碰到何事的 宁愿单身 也不愿委屈自己 农村夜晚没有娱乐活动 顾颜希闲着没事 在网上搜索起将军谷的信息 出现更多的是 谷主一封带领村民致富的带头人 五五传承人 最有才华的乡村主播 这家伙有这么厉害吗 这些信息是不是真的 不行 我要看看才行 转眼间 李娜已经来将军谷布守时日 此行目的也达成 顾颜希承包了土地 也不和她回去了 临走时 对着顾颜希说道 小西 我都羡慕你了 你可以经常吃 而我下次吃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你们住得又不远 什么时候小吃了就过来呗 说完 顾颜希似乎觉得 这么说有些不好 弄得好像是主人家似的 顿时脸色通红 不再说话 娜娜玩味地看了顾颜希一眼 又看向张一峰 可张一峰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堂堂身上 哪里注意到这些了 我跟你打光棍 吃完早饭后 张一峰就把李娜送回去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张一峰和顾颜希都在忙碌 毕竟承包了这么多地 不可能天天去玩 顾颜希毕竟是外来人 来将军谷 没少找张一峰帮忙 甚至有店依赖 一来二去 顾颜希和张一峰家人也很熟 尤其是堂堂特别喜欢 去玩的时候 都要他一起去 妇女二人换好衣服 叫上顾颜希 一起朝着广场走去 哥 你们这样 真像一家人 难道他也喜欢我 太好了 要找个机会试试 张一峰见两人不说话 觉得肯定有故事 但也没有继续说 赶紧换个话题 天马九的事基本已经办好了 就查识检部门的检测报告了 下午我就去办理一下 你还是等手续权了再卖吧 看现在这情况 不会少卖了 别被眼红的给坑了 行 听你打 什么叫听我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哥 从早晨一过来 你们俩就没了眼去的 还有刚才 瑟瑟 这是有情况啊 什么叫没了眼去 会不会好好说话 哥 你就跟我说说呗 我发誓肯定谁都不告诉 小孩子 不要瞎打听大人的事 小夕 你也来了将军谷那么久 要不我们带堂堂去镇上逛逛 顺便拿肢检报告回来 好啊 我正好也想去 一男一女两个相处久了 总会擦出点火花 张一峰 我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阿姨虽然没有明说 但她总是把我当作儿媳妇看 我不相信你没感觉出来 这让我很尴尬 你知道吗 你尴尬不尴尬 我不知道 但你说完这话 我确实尴尬了 小夕 我妈的言行给你造成困扰 我感到非常抱歉 你完全可以不必在意她怎么说 明天我也会跟她说一下这个事情的 那你呢 我 不 就是你 阿姨的想法 我可以理解 但你呢 有时候阿姨说完 你不仅不反对 甚至经常顺着她的话说 而且有时候 你也经常占我口头便宜 这 怎么不说话了 这话让我怎么说 敷衍呢 还是表白 小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跟你开玩笑 很多时候 那些话都是不由自主的的 就说了出来 我 这个不是理由 本来张一峰还像做了错事的孩子 但这时被顾言希这么一说 也只能捧破这层关系了 于是硬气起来 是 我是离婚带着孩子 但我条件也不差吧 有什么不能说的 之所以总跟你开玩笑 是因为我对你有好感 希望能跟你进一步发展 而且那不能算是占你便宜 完全是心之所想 言之所致 这样才对吗 有什么事摆到明面上 难道还要我一个女孩子主动 说完 顾言希不由地微微仰起嘴角 清冷的容颜 仿佛瞬间冰雪融化 阳光普照 张一峰一时看吃了 不由自主地说道 雪莲冰清碧凡尘 一招花开惊世人 小夕 那你的意思是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说完 转身离开 只留给张一峰一道背影 喂 你把话说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人吗 逼着人把话说清楚了 他却磨棱两可 但仔细考虑一番他的话 张一峰不由地笑了起来 随后又放声大笑 突然又想到这是大晚上 急忙收住笑声 看表现言外之意 不就是不反对吗 说白了 就是我等着你来追求我 明明是被哥帅气的容颜所倾倒 还说什么我占他便宜 切 在村委的帮助和张一峰带领下 忙碌了一年后 村里基础设施工程都建好了 张一峰的农场也完全投场 最重要的是 张一峰和顾言希请也到了谈婚论嫁 哥 我是不是该改考教小西姐嫂子了 嫂子 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说的 前天晚上你喝多了 嘴里一直喊着求婚呢 看向顾言希 见她羞涩地低下了头 张一峰也是肝大的要命 自己是想求婚没错 但光准备好了礼物 还没想好什么时候 营造什么场景吧 哥 你不会还没跟小西姐说吧 见二人久久没有反应 张一凡也知道坏了 随即找个借口 哎呀 哥 我妈让我去镇上进货 我给忘了 不说了 我先去进货 小西 那个 那个 爸爸 我饿了 好 我们回家吃饭 小西 先回家吃饭吧 一会儿我去找你 这么少 小西 你哪里不舒服吗 阿姨 我真的吃饱了 没有不舒服 石瓦 小西怎么了 没怎么呀 她不好好的吗 堂堂 你知道爸爸和小西阿姨 怎么了吗 小叔叔说 求婚 奶奶 求婚是什么呀 听了堂堂的话 张家震 陈云顿时望向张一峰 张一峰此时 只感觉几道火辣辣的目光 盯着自己 扔下碗筷 也跑回房间 求婚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最关键的是 一凡那个大喇叭也知道了 如果再不求婚 弄不好 全村人都知道了 到时候更尴尬 经过激烈的思想落争 张一峰来到顾颜希的房门口 小西 我可以进去吗 进来吧 张一峰几次想开口 都没说出声来 顾颜希等了许久 也不见张一峰说话 好奇地抬起头来 见他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小西 嗯 那个 那个 这个笨瓜 急死老娘吗 有事吗 没事我要休息了 礼物我准备好了 但回来被各种事给耽搁 求婚的场景 我还没想好 可被一峰那个大喇叭 知道了 所以 所以什么 小西 你愿意嫁给我吗 吓死我了 有你这么求婚的 不好意思啊 一下紧张 重来 小西 你愿意嫁给我吗 见张一峰迟迟没有动作 还跪在那里傻乐 趴在门外的张一峰 都跟着着急 忍不住出声道 韩邦 这是让你给带上了 突然起来的声音 把张一峰和顾颜希下了一听 二人朝着门外望去的时候 只留下咚咚的跑步声 真漂亮 不知道张一峰什么时候 又偷偷地跑了回来 见二人在那里 你能吻 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先等一会儿 我先去处理点事情 大伯 大娘救命啊 张一峰 有能耐你别跑 今天不把你打出屎来 我跟你先 没用几下就追上 把张一峰按在地上 就一顿胖走 嘴里还一直不停地念了 我让你多嘴 我让你听墙根 我让你说我 韩邦 我让你傻笑 疼 哥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轻点啊 救命啊 我家就我一根独苗 打坏了 你二叔可就绝货了 我还没想好 怎么浪漫的 结果都让你给脚合了 这次就给你找点记性 张一凡回到家 张嘉兴见儿子这副模样 吓了一跳 爸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你看我哥给我打的 立场愤怒的张嘉兴 都做好准备 给儿子撑场子了 一听这话 顿时一愣 你哥 他为什么打你啊 我哥跟小西姐去婚 我去听墙根 他 爸 不用找棍子 你就 不行 我今天要揍死你 你哥求婚这么大的事 你都敢去瞎脚合 我看他打得清了 婚礼什么时候 办你们自己定 等我跟你妈商量下 抽时间去拜访一下 小西的父母 你们先订婚 再把证领了 拜访完顾颜希的父母后 老天爷似乎也觉得 今天是个好日子 张一凡高兴地 揣着身份证和户口本 接上顾颜希 一起来到明政局 接过红艳的结婚证 哈哈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快放我下来 还有